歡迎收看台灣起事錄 我是王北祥 2003年8月12號 這天是中元節 而這天晚上 位在台南新化鎮的市場 舉辦了中元的普渡 卻沒有想到 普渡剛結束隔天一大早 家住在市場裡的阿美 他卻被家人發現 他趴握在浴缸裡 他的雙手遭到了反綁 脖子上還有勒痕 而他六歲的兒子小哲 則被歹徒吊掛在衣櫥裡 歹徒的下手非常兇殘 一口氣要了兩條命 這一起震驚社會的 新化母子創生命案 這兇手究竟是誰 來啊 新化人 我在台南新化 新一路跟大同街上的 傳統市場 白天這裡 叫賣聲不斷 路口這一棟四層樓透天錯 綠色的外牆已經斑駁 應該屬於黃金店面的 轉角建築 儘管一樓還有不少攤販 做生意 但二樓以上全是空蕩蕩的 窗戶上的窗簾歪歪斜斜 透過玻璃可以看見屋子裡 堆了不少雜物 看得出來這屋子已經有段時間 沒人打理了 二十年過去對家屬來說 追心刺骨的那一刻依舊忘不了 媳婦跟孫子就在自駕的透天錯裡 遭人殺害 而兇手至今尚未浮返 每一天都在等 每一天都在判 這是家屬的期盼 誰聽見了 2003年8月12號 這一天適逢中元節 民間信仰為了祭拜仙人跟好兄弟 中元普渡都會背上豐盛祭品告慰王者 而這一晚的市場很熱鬧 那中元普渡的時候就是羅夏 就是演民間戲曲 那很熱鬧 然後擺一些貢瓶 那一天看起來氣氛就很好了 家住附近的阿美帶著六歲的兒子 小哲回家了 家人萬萬沒想到 這會是見到母子倆的最後一面 這一天一早 阿美的女兒就來敲門 要叫醒媽媽的弟弟 但敲了敲門卻沒人回憶 脫血就是擺在室外 結果脫血不見了 那以為他媽媽跟他弟弟外出 他就折回來他阿嬤家 跟阿嬤講說媽媽跟弟弟不在 怎麼可能不在家 這個時間點媽媽會帶著弟弟去哪 他們就從家裡面打電話進去 也沒有人接 找不到人 門開了 阿美的女兒跟著阿嬤進到了屋裡 但屋子裡靜悄悄的 再往裡頭走 在浴室裡 他們看見 如果進去的時候 他女兒看到他母親是在浴缸裡面 媽媽是死在浴缸裡面 而且是被泡在浴缸的水裡面 眼前的這一幕嚇壞了阿美的女兒 她趕緊找人幫忙 希望能夠救救媽媽媽 出去了一個賣牛肉的阿嬤 他來幫忙把那個神訊被害人 把他弄起來 鄰居趕來幫忙 家人也趕快打119求救 但來不及了 已經在浴缸裡面確定已經 OK了 已經現場死亡了 所以也沒有送到 送到醫院去急救 阿美雙手遭到反綁 嘴裡還被塞了絲巾 脖子上一道明顯的勒痕 都在控訴著歹徒的兇殘 但讓人更擔憂的是 倘若歹徒闖入屋內殺害了阿美 那阿美6歲的兒子小哲 他人在哪 六歲的小哲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平時總跟媽媽阿美形影不離 現在卻找不到人 當時負責偵辦的刑事組組長 吳京龍第一時間也趕到了現場 當他得知六歲的小哲失蹤時 一股不安開始在心中蔓延 當時一聽到這個消息以後 當然就心裡就量了一半 沒有聽到 都沒有聲音 不可能 小孩子才六歲而已 不可能這麼冷靜 不可能這麼冷靜 所以我們就逐一地去找 第一時間到城的園景全都幫忙找人 畢竟六歲的孩子不可能憑空消失 當他們踏進屋裡 打開了房間裡的衣櫃 果然就在衣櫃裡面就找到小兒子 所以在衣櫃裡面 他那個小朋友被調 眼前這殘忍的畫面 連憧憬多年的資深警探 看了都不人性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 是一個非常大的震撼 我想沒有人可以接受到這種畫面 我們感覺人性的靈魅 實在是太讓人衝擊了 靈魅人性是專業小組 對於行凶歹徒最嚴厲的指控 當時候負責偵辦的檢察官周文翔 回憶起這個場景依舊救星 因為一來他是孩子 二來其實我當時的一個孩子 也是剛好差不多這個年紀 我覺得說這個凶手真的是很凶殘 用浴巾勒閉之後 你還把他吊掛在這一個橫桿上面 吊死小孩子那條浴巾 他平常睡覺使用的那條浴巾 歹徒一次奪走了兩條命 究竟是有多大的怨 多大的恨 非得要置人於死 連六歲的孩子都不放過 加入台灣起事務的會員 每週獨享頻道特別細話 和我一塊翻閱記者秘密檔案 究竟是多麼大的仇恨 為什麼連六歲的孩子都不放過呢 當年任職新華分局 偵察隊小隊長的廖世華說 他看到了母子城市的現場 真的令人彼酸 因為就在死者的房間裡頭 還有一套小制服 折得整整齊齊的 就放在床頭那邊 因為那一年 六歲的小哲他要上小學一年級了 但是因為歹徒的兇殘 讓他沒有機會穿上這一套新的制服 廖世華說 為了替這對母子申冤 當時他在心中默念 他告訴職者 希望能夠幫助他們逮到的兇手 讓他們入土為安 沒想到當他默念完這些話 他一抬頭 就看見了在廁所的馬桶的水箱上面 有一把水果刀 廖世華說 這一把水果刀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因為沒有人會把水果刀帶到廁所去了 除了廁所的這把水果刀之外 廖世華他還在客廳的錄影機上面 看到了一把螺絲起子 但這有什麼奇怪呢 這一把螺絲起子跟一把水果刀 能夠對案情的突破 有什麼樣的幫助嗎 他每更六歲的兒子小哲 遭歹徒殺害城市屋內 雙屍命案震驚淳樸的信化小鎮 家屬傷痛 欲絕痛斥歹徒太過兇殘 讓原本一家人的幸福和樂 全都破滅了 真的不知道 莫名其妙真的不知道 您現在的心情 因為 安法當時正值八月中旬 八月底 六歲的小哲 就要上小學了 他滿心期盼的小憶新生活 再也沒有機會實現了 而床頭上那一套全新的制服 看得讓人揪心 我看到他那個 家人幫他準備的那個制服 折得非常完整 就是卡齊的制服就很完整 其實我心裡面都會在想 誰家沒有小孩 而且已經要念小學了 剛培養到念小學 而且這個小孩真的很聰明 然後就栽在兇手的手中 你那麼小 才剛好生小一 他就已經故事了 有跟媽媽發生過爭吵的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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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很少跟你家發生爭吵 那爸爸給家裡面的吵 爸爸還沒有 她是阿梅的女兒 聽得出來她的語氣中 帶著顫抖跟金口 她努力的迴響 希望能夠幫媽媽弟弟 趕快找到兇手 警方調查 三十四歲的阿梅跟丈夫 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 夫妻倆一年多前 在自家樓下經營網咖 後來網咖店結束後 阿梅帶著兒子就跟著先生 到上海去經商了 七月初 母子倆才剛回來 沒有聽說又跟誰結怨 那你男生還是天大 那更不可能 因為我老婆更感情很好 他們家的交往狀況 非常非常的單純 她的公公婆婆是開中藥房的 她的先生在上海重商 平常他們為人處事 他們家為人處事都非常的相互 不會有跟你結仇 這棟轉角的四層樓透天措 是阿美婆家的 一樓是已經歇業的網咖 二樓無人居住 三樓目前租給一個房客 四樓則是要給阿美一家人的住處 才剛重新翻修好 才剛重新翻修好的屋宅成了命案現場 帶脫在屋子裡要了兩條命 儘管門窗沒有遭到破壞 但家人說阿美皮包裡的錢不見了 屋家裡面有七千塊不見 那如果是從錢財來講 所以我們一開始可能鎖定就是 他原本就是要搶錢或偷錢 現場一般強盜殺人那種凌亂的現象 是沒有滿整齊的 但是因為死者是一個小孩子 跟一個母親比較瘦弱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就研判應該是由偷變殺人的案件 儘管屋內沒有打到痕跡 但畢竟是凶案現場 歹徒再怎麼謹慎都肯定會留下線索 監視人員趕緊在現場進行搜證 沒想到第一步就遇上了難題 採證的時候就有發現到很多 消防人員進去 還有他們家人進去 有很多凌亂的腳印 所以那些腳印 我們有叫消防人員 還有一些有進去過的人員 那一天進去的話 有二十幾個吧 因為進去的人也多 你越多次的話 就是把現場給破壞掉 就是第一天的時候人很多 人多的話就是因為有時候 我們的財政的 有時候唾液或什麼的毛髮 腳印怎樣 理清可能會影響不到 所以沒有辦法理清 到底是案發之後留下來 或是後來人進去 急救的時候產生的這樣子 為了跟死神搶時間 當天來幫忙的 來救人的還有家屬 都在現場留下了血印跟指紋 很多指紋喔 當初那個工作室也進去 所以我們在排行那個 現在目前還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其他時間 沒有沒有沒有 混亂的現場增加了財政的難度 當時第一時間人在現場的 小隊長廖士華 心中也很焦急 所以我那時候心裡我會想說 我就是只有一個想法就是 我希望能夠幫你們找到 希望你們能夠入土圍安 第一個想法就這樣 那如果說你能夠給我一點機會的話 告訴我一些東西 替死者成淵得雪 這是所有圓景心中唯一的念想 說也奇怪 當廖士華心中默念完這些話 他一抬頭看見了廁所的馬桶上 有一把水果刀 所以我覺得 我在不經意當中會回頭 看 看到那把水果刀 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那個時候 我蹲下去的時候 我看到水果刀的時候 我就起兩多人想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吃水果還要到浴室來面吃 很奇怪 因為一般我們水果刀 應該會出現的地方 那再來也許在客廳 你可能在那邊使用 在浴室我覺得非常非常的異常 不僅水果刀出現的地方很奇怪 再看仔細一點 這把水果刀的刀尖 不曉得被什麼給弄完了 而且除了這把水果刀 當時要在屋內 還有把螺絲起子 也吸引了警方的注意 所以說那個是 手裡的居然 不是我名牌 廖士華說 由於阿美家中的門床 都沒有被破壞 專員小組一直在思索 歹徒是怎麼進到屋子裡的 看著眼前的水果刀 跟螺絲起子 他的腦海中 閃過一個念頭 因為我要進去的時候 想說我有 在這個中間 我有注意去看那個門 有看到那個門 就是尖到一個台 那個工具的痕跡 我就看 所以應該是一台 尖到一個 因為縮型 沒有縮型嘛 縮型沒有破壞 要怎麼嚇壞 我有中一個螺絲起子 自己去看 給我看 比對門上的工具痕跡 專員小組大膽研判 這些應該就是 歹徒用來開門的工具 現在只要把刀 跟螺絲起子拿來做採驗 應該有很大的機會 就可以找出兇手是誰 好的確 專員小組研判 這一把水果刀 跟這一把螺絲起子 應該就是歹徒 用來破壞門窗的工具 那麼如果是的話 那就應該可以在上頭 踩到兇嫌的DNA 果然 監視員在水果刀上面 比出了一個關鍵的DNA 但這DNA的主人是誰呢 當時新化警方為了找到 DNA的主人 他將新化這所有的 治安顧慮的人口 還有居民通通都起來 採集DNA 光是採檢的費用 就花了上千萬元 而結果 有比到的 我第一手上來就是個門 這是個握把 那我進來以後 這邊就是一個浴室 浴缸在這邊 這邊還跪這邊 剛好那個康哲生的衣服 就在這邊 案發現場的每一個場景 深深刻印在廖士華的腦海中 為了釐清案情找出 殺害牡澤兩的兇手 廖士華至少六次重返案發現場 要找尋線索 幸好黃天不復苦心人 儘管命案現場 第一時間遭到破壞 但專案小組在小哲 喪命的衣櫃上 看見了一塊漢字 請我們裡面一個 偵查座 大概一百八十公分的偵查座 來做比對 也比他還高 專小組從漢字的高度研判 歹徒的體型應該很壯碩 此外 警方從綑綁小折的浴鏡上 也採集到了DNA 這個DNA跟那一把水果刀上 DNA的主人 都是同一個 問題是他是誰 因為經營過網咖 我們也是認為說 他是網咖的客人的 成分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那人是在生活頂獎 所有的少年人 在網咖的少年人 包括這些有科學的 甚至這些專輯 大家都要 生活這些專輯 都要請來做DNA 採情一招 用明華辦人採情 我的真的 還有這些董事書 我的都已經心情都很差 所以那時候在找這個女兒 其實整個生活頂獎要學畢 三四百的 都一倍一倍 每天做 每天做 新鮑人 每天一倍上癮 一倍上癮 一直篩檢 報告一直流 一直流 光是查電話通聯 至少就花費了一百多萬 還有指紋比對 也是至少好幾百萬 零零總總夾起來 光是查案 就是上千萬元的花費 其實當時專業小組 有鎖定一個可疑對象 這個人叫劉華坤 二十六歲 身高一百八十五公分 他曾經在阿美夫妻兩個網咖裡幫忙 而且他有竊到前科 當手專案小組 覺得他很可疑 他平常就是無業遊民 到處遊蕩 有錢就去很快的花掉 沒有錢就去偷 劉華坤他給我們的第一印象 他是那種 傻紅呆呆的那種外表 他講話口才並不是很好 而且他給我們的印象 就是他平常就是當 就是放個切刀案件 就是小案件 沒有什麼大案件發生 有時候就玩完 玩完這個天堂遊戲 賺一點微薄的小力 劉華坤當時也有被請來踩DNA 面對警方他神情自若沒有異常 而且事後一經採驗 他的DNA跟水果刀上 還有浴巾上頭的 並不完全吻合 因為當初的DNA的採稱技術 還不是像現在這麼進步 那時候只有十二組 但是我們也不敢動手 沒有符合對象 案件偵辦又陷入了膠著 日子一天天過去 整整兩個多月 減情的專案會議 幾乎天天都在開 大家都在想 究竟是哪個環節被遺漏了呢 好 到底是哪個環節漏掉了 怎麼可能比不到對象呢 這案子一天一天過去了 依舊沒有辦法鎖定歹徒的身分 據說當年有這樣一個傳聞 這對母子就安葬在 新化的示範公路 但是他們的牧種上面 卻是吞草不勝 公布的管理員說 一般這個墳頭上面的草 都是很容易存活的 但這對母子的墳草 再怎麼樣細心照顧 就是長不出來 最有檢古師說 這是因為 阿美母子倆 他們是含冤而死 怨氣沖天 所以才會導致 牧種上面 寸草不勝 圍在新化鎮的示範公墓 這裡是王者的長眠之處 放眼所及牧種累累 而每座墳墓上頭都是滿不翠綠 唯獨眼前這兩座墳光吐吐了 在這裡工作十多年的管理員們 從沒看過這情景 他們想不透 都已經細心照料了 怎麼還長不出墳草呢 這一大一小兩座墳 只有是阿美母子倆的安眠之處 由於母子倆遭人殺害 至今凶手下落未明 再加上目不長草 許多靈異之說 開始盛孝成上 光吐吐的粉土代表的是 死者的心有味乾嗎 吳京龍說就在案發後沒多久 轄區派出所的所長就夢見了母子倆 希望警方替自己跟孩子主持公道 但案件偵辦陷入瓶頸 對警方來說身上扛著 則是死者跟家屬的 因應期盼跟破案壓力 其實早在案件發生 知出 阿美的父親 就曾經有所感應 他說神明指示 阿美的案子一百天會是關鍵 她的爸爸在田裡面工作 她就突然就起機 然後就回家 就是說案件 案件他們家有發生大事情 如果那個承辦的能力夠的話 就在一百天內就可以解決了 那如果沒有辦法 在一百天內解決的話 就需要靠神明的能力 來幫忙解決了 我沒有人都要說 這案 如果要破案 只要有三個都會過什麼 白日破案是神明的指引 但是對家屬來說 日子一天天過去 無法替家人生冤的痛 日夜都折磨著他們 他們怎麼有辦法靜下心 來等待白日呢 於是家屬到處求神拜佛 希望神明能夠給他們更多的指引 回來台南和平街上的南沙公 共奉包公 民間傳說包公審案 深淵勿往勿縱 當時候阿美的先生跟家人 特地前往南沙公參拜 希望包公能夠明察秋毫 替他們做主 讓死去的親人早日成冤得穴 那時候康先生也教育說 奇怪 為什麼破不了案 為什麼破不了案 他是潘敏捷 是林界的翻譯官 他當時就在現場協助家屬 作為家屬跟另外一個 世界的溝通橋樑 所以玄奇 就在家屬誠心向包公祭拜後 潘敏捷也有所感應了 他就後來開始說 死者死得很不明目 阿美的自自棄訴讓人揪心 沒有辦法保護孩子的痛 是身為一個母親 心中最深的自責 潘敏捷說 就在阿美控訴的同時 他看見了 因為我看到的是一個 就是中等身材微胖 有點微禿頭的男孩子 生命面前出現一個清晰的影像 應該指的就是凶手的身影 潘敏捷將每一個特徵 都牢牢記下來 並且將這些特徵 告訴了阿美的丈夫 她會認得這個人嗎 就是這樣很激動 好像哭出來又不敢哭出來 聽見潘敏捷的描述 阿美的丈夫情緒激動到幾乎 說不出話來 她說中等身材微胖有點禿頭 這些特徵跟他們之前一個 離職員工很相似 難道凶手就是他嗎 然後就到那邊拿小杯 拿來這邊連續職 是說是不是離職的員工 如果是的話 就請包吾 包千歲 給他小杯 就連是補 就給他四個還是五個的小杯 真的會是離職員工所為嗎 問題是當時所有的 網咖離職員工 通通都採集過了DNA 也都排除了 還能夠怎麼找呢 小隊長廖士華說 因為早期的DNA的檢驗 比對的組數比較少 所以結果不像現在那麼精準 當時他有聽說 高雄市行大 有引進了最新的DNA比對技術 比對組數更多了 所以他就大膽建議 將那把水果刀送到了高雄 再做一次比對 果然經過比對 真的比中了一個對象 這一個人是誰 他就叫做劉華坤 他就是網咖的離職員工 他跟阿美跟小哲 這一家人都非常熟悉 再來看看這個劉華坤的長相 竟然跟當時出現在高雄 面前的影像 不謀而合 新化警方正辦母子雙十命案 整整兩個多月 案情始終沒有進展 當時候即將退休的副局長楊榮高 每天開完專案會議 就會帶著刑事組長吳京龍 到命案現場去照尋靈感 他就騎腳踏車騎到現場 他就突然輪胎就爆胎 他就告訴我說 可能這個案件有機會破案了 因為他的腳踏車破案了 就騎到那個地方剛好破案了 就覺得這是一個好罩頭 對 我在案發的第三天 我也在家裡 因為我是許虎的 我也在虎堂裡面跟我們的 國主說 我現在辦什麼案子 我希望能夠幫忙我一下 可能是我家的花盆 是怎麼樣我也不知道 就是從 三樓摔下來 我也嚇了一跳 然後我前面就想說 我這個案子我會破 一個個徵兆 讓當時候承辦案件的人員 心裡都有信心 一定能夠找到關鍵證據 將歹徒審之以法 那是兩個多月來 專員小組窮盡的所有方法 還能怎麼找呢 廖淑華說 當時候他心中有一件事情 一直耿耿於懷 明明現場就有採集到 歹徒的DNA 怎麼可能比不出對象呢 但是在大概第六十五天七十天的時候 今天這個 我就很大膽地跟我們的大隊長 說為什麼我採了那個水口 大家不能去做個DNA呢 廖淑華說他當手有聽聞 高雄市行帶有引進新的檢驗技術 DNA的比對組數增加也更精準 既然有新的科技可以協助 那何不試試看呢 楊副分機長就說 在專案會議的時候 他就很大聲地告訴專案小組說 對現場的東西再重新再採證一次 那這一次我們也就針對 他的房間的棉被 再做重新的一個採證 在棉被上面有採到幾滴的精衣斑 把精衣斑也帶去做採證 才把水果刀送到刑事局 再送到高雄市行帶 再把確認這個DNA以後 明暗現場重新採證 關鍵檢體重新送驗 沒多久後結果出來了 果真病中了一個人 這個劉華坤也驗出來 跟被告的劉華坤的DNA是相符 劉華坤這個名字 對檢警來說並不陌生 因為專案小組曾經把它 列為可疑對象 但是因為尚未成熟的DNA技術 把他排除了 現在新的檢驗技術 重新比對 確認了劉華坤就是水果刀上DNA的主人 專案小組趕緊要找人 卻沒想到這個劉華坤 早就被關到監鎖裡了 警方便尋不著的血案兇嫌 原來早在事發後沒多久 就被關進監鎖裡 專案小組當劉華坤借題出來 檢察官周文祥說 當他第一眼看見劉華坤坐在他面前 他心中立刻有了聯想 劉華坤一百八十五公分的身高 跟命案現場衣櫃上留下的漢字高度 幾乎吻合 再加上他身材微胖 體型壯碩看起來恐無有力 若以他的身材 要制服被害人母子倆 應該不是難事 專案小組拿出了重新 檢驗後的DNA報告 攤在劉華坤面前 但是他面不改色 對 他還是從頭否認到底 沒有 他都沒有回應 年輩的經驗般驗出來 還有水果刀的刀柄的DNA 其實這個事情 警察已經跟劉華坤混過 那劉華坤還是 他還是不承認 那我心裡想 那我這次我就不再提 這個DNA的事情 周文祥知道 儘管手中的DNA 已是罪證確鎖 但要突破劉華坤的新房 還是查了那麼一步 我就轉一個方 我就想說 他既然犯了這個大案 應該會睡不安穩 我就輕聲地問他說 你在這幾天在監獄 還睡得好嗎 睡得還習慣嗎 那有沒有什麼 需要我幫忙的 卻沒想到 原本語氣鑑定的劉華坤 聽見檢察官這樣的詢問 突然間 他的神情態度變了 那頭低低的 我就再更小心更小聲的 我就放非常輕聲細語的 跟他講說 那你有沒有什麼話 要跟檢察官說的 然後大概等個幾秒 他就說是他做的 劉華坤突然認得殺人 是什麼讓他良心不安呢 今天殺了他們母子 他們不會找你嗎 他跟我說 會啦 他們都會 他很難睡了 他們都會找他 阿美母哲講的夜夜入夢 是壓倒劉華坤的最後一根稻草 他告訴檢警 人就是他殺人 當時的這個現場 幾乎講是 很少很少的爭論 我們最重要就是說 從 一流那一把小刀上面 踩到的地方 就是一把水果刀 兇前過去是網咖的常客 那後來 也有在店裡面幫忙 所以跟死者的這個先生 跟死者 甚至於這個小孩子都很熟 你為什麼連小孩都殺 他怎麼會這麼的殘忍 把小孩都發生 是他那個 因為陳美 我請他在做天堂遊戲的 那種寶物的買賣 當年這一款線上遊戲 宏集一時 只要走進網咖店 就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玩 因此不少玩家 都會幫人帶打練裝備 還可以交易遊戲的寶物 藉此來賺一筆 他就太怕 太怕那個網路遊戲有沒有 要贏那個天堂 用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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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換天堂 天堂就是換現金 他都扣這個賣 要來賺錢 做生活費 平時劉華坤都窩在網咖裡 玩遊戲練等級打裝備 再把贏得的虛擬寶物賣給阿美 讓阿美可以轉賣牡力 兇前稱死者都叫老闆娘 所以他們互相都認識 小孩子也是蠻有禮貌的 看到劉華坤也都會叫他叔叔 因為那時候 他都在那裡 如果去買便當 都那個女兒 都去買便當 如果買便當 如果買便當來 他就是都 叫阿美拿這個便當去給他吃 這樣 如果買飲料 就拿錢給他吃 儘管事後阿美夫妻倆 收了網咖 帶著小澤到大陸去經商 但阿美依舊會跟劉華坤 買寶物來轉賣 2003年7月初阿美帶著小澤回來台灣 一個多月後 就要再案發那一晚 阿美跟劉華坤 談好了一筆寶物交易 約好了碰面 他說他當時 一開始賣榜物 那這個使者給他三千 所以他來現場拿現金 他來現場 陳美都在樓上走下來 在樓下樓下 在樓下樓下 拿給他 然後可能就是 陳美在拿錢的過程 皮包裡面還有錢 讓劉華坤看到他 好 劉華坤他認證了 他說當時他看到了阿美皮包裡頭 白花花的鈔票 讓他起了壞的念頭 他知道中元節這一天 阿美在家裡頭 只有他跟孩子 他就可以悄悄地潛入屋內 去搜刮錢財 那天晚上 他拿著水果刀 拿著螺絲起子 他撬開了阿美家的門 進到屋子裡頭 但是一時緊張 他想要去上廁所 卻被放在口袋裡頭的水果刀 給刺到腳 他才會把那把水果刀拿出來 就放在馬桶的水箱蓋上 沒有想到最後這把水果刀 竟然成為是警方破案的重要的關鍵 劉華坤說 當時他原本打算偷完錢 他就要離開了 但是沒有想到 卻吵醒了阿美還有小人 所以他才會一不做二不休 甚至連六歲的小孩也不放過 到凌晨的時候 廟會的活動也結束了 就是結束了 然後他就 等結束之後沒有人的時候 他就進到 帶著樓絲起子 看著阿美跟他皮夾裡的錢 劉華坤起了歹念 由於他跟阿美熟事 所以他知道 這一晚 在屋子裡 只有阿美跟小哲母子倆 他先生 他平常就認識 他可能 你也有跟他講 他先生有到上海去了 所以他也知道說 他跟他兒子 小孩子住在五樓這樣子而已 所以他會選擇這個時候 來下手 他螺絲起子是從一樓 一樓的櫃台的上面 盒子裡面是拿著 一字形的螺絲起子 然後就沿路把那個喇叭鎖 這樣子開了之後 從一樓上到二樓 二樓上到三樓 到了四樓 劉華坤有切到前科 要破壞這些門鎖 對他來說都不是難事 他一路來到了阿美的房門外 那因為樓是起子 他敲不開 所以他又返回到樓下 這三樓 剛好那三樓也沒有關 他就進去找 然後有水果刀 他就拿到四樓 他就可以把那個喇叭鎖 從旁邊把它給敲開 劉華坤進到了屋裡 他看到了阿美跟小哲 正在睡覺 這個時候的他 不曉得是否是太過緊張 突然間他想上廁所 當他進到裡面 有一點緊張的時候會尿起 所以到浴室去上下 結果在小哲的時候 就是因為水果刀尖 刺到他的屬息部 他就把水果刀拿下來 拿出來放在馬桶帶著上面 然後再進去房間 劉華坤將關鍵的水果刀 留在了廁所裡 他進到了房間 開始翻向倒櫃 打開抽屜 再找一些錢 他進去裡面大概收 就可以找到了六七千塊 可是當他在打開抽屜的時候 那個曾經被他人醒了 劉華坤萬萬沒想到 阿美怎麼會突然醒過來 當場被阿美撞見行竊 但是劉華坤並沒有逃 他就把他壓制 然後用浴君布條 把他塞住嘴巴 然後再把他綁起來 綁起來以後過不久 他兒子也醒了 他也不一樣把他綁起來 塞住 然後他繼續再送 儘管已經被發現了 但劉華坤控制了 阿美母子倆的行動後 繼續搜刮 反正都已經被發現了 得趕緊多拿一點 卻沒想到 當劉華坤翻箱倒載到一半 他發現阿美已經掙脫捆綁 正在打電話 他要報警求救 所以他情急之下就是去壓制他 然後把他卡 後來他又把吃著 放在浴缸裡面放水 他也怕他沒有死 所以他才把他帶到浴室裡 把水裝滿 劉華坤殺害了阿美 說的過程 六歲的小哲就是目擊者 劉華坤怎麼可能放過他 為了區區幾千塊 兩條無辜性命亡死 犯難後的劉華坤沒有立刻逃跑 他在屋子裡仔細親力 試圖抹去屬於他的一切激震 又讓被害人能夠晚一點被發現 他有成功 他有整理命案現場 我們才知道他有整理過 因為指紋都被嫌疑人 現場給清理過 原本拖鞋是在外面 後來被告他也有自白說 他還把拖鞋拿回來 合適的鞋櫃下 那個抽屜放進去 那我們事後到現場去看 確實從那個抽屜裡面 也找出了死者 兩位死者的拖鞋 他過了擦拭 把東西歸位 電風扇 門氣關掉 他就是要把它裝成 似乎他們已經不在這邊 劉華坤自視自己已經做好了 萬全的滅證 沒有人會聯想到兇手是他 他沒有逃跑 繼續留在心話 就連在案發後 警方通知他到警察局去做 第一次的DNA採驗 他也從容不破 劉華坤有進來到我們 分局做DNA的 以前做了 那個時候他身上是帶著 康家他們那一四樓的鑰匙 是後來他離開了以後 他那個包包 是因為抓到人的時候 才問他說 你那個鑰匙是帶走了 你當初有沒有進來分局 有 有帶進來 可是我們裡面人沒有收到 都會帶在身上 一般歹徒犯難後 會將所有跟案件 有關的物證 通通銷毀丟棄 但劉華坤卻把 阿美家的鑰匙隨身攜帶 彷彿像是他的戰利品斑 留在身邊 不僅如此 就在命案發生後 阿美的朋友跟員工 要去靈堂上香致疫 也約了劉華坤 他竟然還答應復約 雖然劉華坤最後沒有出現 但這每一個舉動 都讓人看見了她的冷血 儘管劉華坤犯了後 還整命面證 但最後仍是難逃法王 還記得阿明的爸爸 受到神明的指引 說母子命案要破 一百天會是關鍵嗎 還記得南沙公的包公 曾指指涉案的歹徒 就是王咖的前員工嗎 這些在破案後 在對比統統不謀而合 早就預言了 法王輝輝 數而不漏 母子兩成員得血 但對家屬來說 逝去的生命在他們心中 已經留下了難以撫平的傷痛 要與親人再重逢 只能再物厭夢回時 六歲的小哲已經來不及長大 他跟媽媽在人事件最後的公益 只能靠司法來幫他們爭取 2004年1月台南地檢署癥結 檢察官以強盜殺人等罪名提起公訴 具體求處六花昆死刑 一般竊賊應該是這個時候就要趕快跑了 對 那頂多就是就是強大或是強多嘛 可是他竟然去把壓制以後還掐 可見他的這個心很 真的是非常的這個殘忍 那最殘忍的是他回過頭來 對這個男童 男童他才六歲 他是真的是年幼落小 一點抵抗力都沒有 他是個非常魁梧的人 他竟然對這種男童 他跟他一點冤仇也沒有 他竟然嚇得了手 而且把他掉在這個衣竹的橫桿上 我覺得他根本沒有把他當作 一個神明來對待 2005年最高法院法官認為 劉華昆氏仍命如草芥 讓被害人家屬一夕之間 頓失兩位置卿 儘管犯案後坦承 大部分的犯刑 為其惡性重大 手段殘暴令人罰指 人神共憤 以他眾人皆約可殺 罪無可患 有永久與世隔絕之必要 判處死刑定驗 他的惡性實在太嚴重 太殘忍了 一轉眼 二十年過去了 劉華昆至今人在監鎖裡 隔著鐵窗倒數人生 要替自己所作所為付出代價 這起新畫母子雙世命案 非常巧合的 就像是神明所預言的 百日破案 而另外就在劉華昆落網之後 阿美母子墳頭上面的草 也長出來了 明封純樸的新畫 發生重大命案 專小組繃緊神經 積極辦案 為的就是要儘快將兇手 省之以法 說也懸奇 破案時間也如預言一般 整整一百天 他就說接那個三個月 放六天要破案 他怎麼飆就飆 他怎麼飆 他飆杯 對啦 剛好 這個案件剛好 破案那一天 我們開破案記者會那一天 就是剛好一百天 也沒有讓我們的專業小組的辛苦 白費掉 也印證到神明 也有來幫忙我們 巧合的不只百日破案 還記得當時阿美母子墳上的草 怎麼種都種不活 民間信仰是因為枉死母子 冤氣太重 卻沒想到案子破了 墳上的草也長了出來 我現在是說 前一天來 是說是 萬機最天 現在要害死拔了 我們就發脆 這個案件破掉以後 破了以後 他們又回去種草 那個草果然又種火了 案子完全破了以後 我大概經過一個禮拜 我帶著我的小隊的同仁 大王那個曾經被害人 他母子的墳墓上去給他上香 為亡者伸冤 那時候最大的福報 這起辛花母子雙世命案 二十年過去了 但是被判處死刑的劉華坤 至今傷未腐發 那兒子他也不想吃 上去看 也不想再上去看了就傷心 看了就看了 透天錯成了傷心地 家人不願意再去碰觸 把傷心往事 全都塵封在屋子裡頭 二十年過去了 阿美的兩個女兒長大了 也嫁人了 阿美的先生也已經重組家庭 儘管傷痛依舊 但日子還是得繼續過下去 那劉華坤呢 他至今尚未伏法 他在獄中服刑十八年 睡好吃好 他還是好像是一百多公斤 他好像一百一十一百二十幾公斤 承辦人員說 劉華坤看守所內 養得白白胖胖的 他申請了大法官釋憲 甚至還跟其他死囚 提起行政訴訟 請求總統蔡英文 核准特赦或減刑 只為求一線生機 反觀被他殺害的褶褶 他連長大的機會都沒有了 現在二十幾歲 七歲啊 二十六歲 歡迎收看台灣啟事錄 我說沒想 二零零五年 那一年除夕夜的前三天 深夜有一通電話打進了 苗栗的投分分局 有兩名拾荒的街友 在一台垃圾紙車的最上端 他們發現了一個真藍色的行李袋 看起來很新 而且感覺沉甸甸的 這兩名皆有心想 可能撿到飽了 拉開拉鍊之後 看到的是一個黑色的 打塑膠袋包著東西 或因為當時天色昏暗 看不清楚 所以其中一個人 就把手伸進去一摸 結果摸到軟軟的東西 那是什麼呢 等到定靜一看 他嚇壞了 他到底看到了什麼呢 垃圾車來了 民眾提著大包小包去丟 因為太過年了 忙著大掃除 苗栗投分分局內 警方則忙著 趕快將案件處理好 準備過年 過年期間 都有所謂的承擔工作 機效也準備差不多了 要暫時比較放下 戰鬥的那個精神的時候 突然就會接到電話了 深夜的一通電話打進警察局 歡喜迎新年的氣氛 全沒了 是一具女絲 而且是 羅文東當時是苗栗縣警局 建事組組長 接到通報帶著器材趕到現場 是位在頭份的一間 國小附近的垃圾紙車 報案的街友說 他大半夜經過這裡時 看到垃圾紙車的上方 有一個深藍色的行李袋 滿新的 就應該是心裡想說 應該是有什麼貴重的東西 他有摸一下滿重 有重量 對一對挖到包 天色很暗 他想說摸一下 好像有摸到軟軟的東西 嚇一跳 怎麼有一個女性的一個軀幹 有看到有胸部 是人啊 結果一下子嚇到了 他整個臉是八清八白 因為大過年你遇到這種事 整個人就是一個 好像是在八斗狀態 當時街友嚇得魂飛魄散 事後他到警察局做筆錄時 語氣猶存 因為裡面是書啊 這是人家大年大曹廚不要的書啊 原來摸一摸一 感激怪怪的 因為不會發售 所以很好奇把它打開看 原來行李袋打開後 裡面的東西 是用黑色的大塑膠袋層層包裹住 總共有四個黑色的塑膠袋 包覆大體的軀幹的 總共有三個 頭顱都沒有了 四肢也沒有了 死者沒有頭顱 也不曉得身分 那也沒有指紋 沒有手做這個比對 發現時間是2月5號 那一年的除夕前三天 家家戶戶 準備歡喜還原要過新年 但是梧桐女士命案的被害人 卻再也回不了家 大部分的同仁也都分批 回到中南部跟家人團聚 就通通回到了 同分局偵辦這個專案必見 大家換換洗禮再過年 他們這個家庭是破碎的 準備我們要放年假 宣布說因為這個 革命案做一個提出組織 幫著死者找到一條回家的路 一命中注定 應該是找我們幫幫助他 那我們就只能說盡全心全力 加入台灣啟事務的會員 每週獨享頻道的特別戲劃 和我一塊翻閱 記者秘密檔案 在苗栗頭份發現了被害人的躯幹 他沒有頭也沒有四肢 也就是說沒有長相 也沒有指紋的情況之下 要怎麼確認死者的身分呢 苗栗警方針對轄區裡頭 所有的垃圾紙車擴大清查 同時間他們也公布了 被害女子的身體的特徵 希望透過新聞的報導 呼籲家中有失蹤人口的家屬 趕快地出面協助紙人 苗栗頭份垃圾紫車旅行袋女士案 只有女子的躯幹 少了頭顱 沒有長相 無法公布協巡 少了雙手 就無法透過指紋比對 迅速掌握身分 線索少之又少 我們有稍微針對轄區的垃圾 還有我印象是鄰近的新竹縣 就是請他們幫我們去協助 找看看有沒有其他的 走腳 四肢這些或頭顱 擴大搜尋垃圾紫車 在苗栗一柱垃圾桶的周邊 發現到地板上有大量血跡殘留 翻著桶內卻沒有發現 任何人體組織 那麼血跡是從哪裡來的 經過化驗 原來是動物的血 除了苗栗 轄區搜尋無所獲 新竹地區也沒有找到殘肢 那麼包裹用的黑色大塑膠袋 有沒有留下蛛絲馬跡 黑色的大型垃圾袋 都還濕濕的 那也有一些血跡在留在上面 黑色垃圾袋沾染了被害人的血 經過化驗是A型血型 可惜沒有採集到第二個人的血跡 不然很可能會是兇手所留下的 然而兇手在裝袋時會不會留下指紋 可能會有一些摩擦之類的 然後還有一些水質 很可惜在這個垃圾袋上面 並沒有發現可以比對的指紋 沒有可以追下去的線索 警方只能把焦點回到被害人身上 左臀部上面有一個圓形 大概一塊錢大小的胎季 在胎季的上方六公分左右 有一道傷痕 腹部上方有一個半月形 口腹過的痕跡 已經是有生產過的一個婦女 年紀大概是30歲到45歲這個中間 身高大概也有160公分以上 而且根據軀幹的情況 法醫能判女子死亡不超過30個小時 失蹤人口 或是說原住民這部分 因為他們可能會比較弱勢點 我們苗栗 這是我們轄區的新竹 還有台中這部分 然後好像最遠好像有擴到 台北還是桃園這一部方 這一個地帶 快200 接近200左右的數字 我們去做任務分工清場 留嬰 還有原住民 包括外籍 新娘之類的 原住民的鄉 男裝鄉 去那邊訪查 專小組針對性工作者 原住民 外籍配偶 失蹤人口幾大可能對象清查 第一波過濾名單 先從一週內人不知去向的開始 同時將被害女子的胎季等特徵公布 請媒體們透過新聞播送 血訊家屬 公民女士被棄置在垃圾紙車裡 身體赤裸 沒有穿衣 而且沒有手腳和頭 陸續有民眾打電話到警察局 說懷疑是自己的家人遇害了 但比對清查之後一一排除 而當時正職過年期間 專小組奔波各地 查訪 處處碰壁 過年前遇到一個困難 就是很多人不在家 出遊的人很多 有些人工作長期住在北部 他可能過年到了前一兩天 他已經回南部了 經營公司老公說一些 付出所協助請他們調職 真的過年期間都處處碰壁 過年期間你去跟人家聊這種話題 算是觸人眉頭 不是什麼好事 比如說失蹤人口 到過年也還沒回去 那你去跟他聊著 你可能會讓人家驚嚇到 想辦法要排除萬難 只是清查數量太龐大 耗時費力清查的結果 卻沒有相符的 被害人的身分難以確定 就很難再追查下去 背後有明顯的兩刀 胸口的部分 有被雙面的利刃 有刺了十幾刀 那很深 因為集中在心臟部位 可能就是非常的痛恨 針對重要部位下手 根據經驗大多有垂分因素 而且從切割的傷口狀況 轉小組對兇血的對象 有了初步研判 切得很平整 所以懷疑說會不會是屠夫 或者是跟醫生有相關性 大豬殺羊之類的這一個 它的刀法比較俐落 應該是叫做手手 有持刀那種剁那個肉 然後面部改色那種 然後噴漸到血跡之後 不會有那種害怕 心理素質不夠強 那一刀下去 我嚇都嚇死了對不對 這種手術用的這種手套 在二月一號到五號的時候 有沒有人來買過 好像沒有 專小組同時派人到各藥局去查訪 近期有沒有人購買手術用的手套 因為兇手很狡猾 完全沒有留下任隔激陣 顯然預謀有備而來 另一組警方則針對屠夫或醫生等 用刀的手手去過濾 而且從下刀狀況 專小組對歹徒的性格做了測血 一般人把他殺害之後 為了切割肢節肢體 你可能就是隨便亂砍 這個案件傷口包括 他的骨骼都是很平整的 比較懷疑說這個 犯險可能也是蠻冷靜的 有家庭暴力型的 或者是比較粗獷魁舞的 比較狡猾的 你開口一叫 硬要夠狠 然後心理素質要建設得很強 才有辦法 不然就是他有勝手打痕 那就這樣子而已 郭律分析一輪 沒有符合對象 案子又再度卡關 倒是法醫從被害人的胃裡 有了性發現 那顆藥丸也大概溶掉 大概就是一半左右 法醫帶回去檢驗 因為那時候想說 會不會讓它昏迷之後呢 再先下藥 下藥之後然後再行凶 不排除 歹徒是用安眠藥下藥之後 再犯案 但是藥片的檢驗結果 卻不是安眠藥 只意妥名 這個精神藥物 醫生處方簽才可以取得的 零用這個藥物服用的人數很多 9000多人的樣子 那時候行大跟行事局都有支援 昏祖到社福機關 還有精神療養院所去調閱 相關大概30幾歲到50歲的女性 有去就診 數量實在是太多了 專案小組以被害者的血型 A型 異桃明藥物 以及女性 這三項關鍵訊息進行查詢 透過健保局的資料 查詢苗栗以北到宜蘭左右 大概有4000多位 僅只是大海撈針 很難 也很難去 從中去破例 被害者是一名女性 她的血型是A型 還有她有服用異桃明藥物 這是警方掌握的三條 僅有的線索 要怎麼樣查出被害人的身分呢 有一名專案小組的哥哥 他每天看到弟弟辦案壓力很大 他就自己跑到了苗栗的這家公廟 去求生問捕 結果得到的神明指示是 王斐查 你就會破案 這是什麼意思呢 還有無獨有偶的是 當時有一名女記者 幫刑事組長測試 組長寫下了一個苦字 女記者說 二十天之後 警方就會開口笑了 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新春第一天 偵辦女分屍案的 專案小組人員 一大早就到分局裡報到 他們的神情明明白白 寫著疲倦兩個字 不過案情陷入了膠著 他們不可能放年假 新春過年 園警為了分屍命案 停休 加班查案 但是線索不足 案子進度緩慢 一眠專案小組 夜姓園警的哥哥 看弟弟為了查案 不眠不休沒有頭緒 由一天到廟裡拜拜時 希望神明能指點黎晶 點個箱跟我們的親僕 跟他的媽祖來許個願 拜拜一下 讓我幫你擲杯 等犯下這些小弟 承辦園警 可以帶一個來破案 媽祖婆說 要我賜給他們 兩個平安符 一個給我的朋友的弟弟 他的刑警的弟弟來帶 另外一個給他對上 比方說有在承辦的這些 園警來帶 那帶完之後 就是一定會破案 我是要用 南風 西風 南風 北風 看到哪裡有風向來查 這個案情 這個案情要查一日 水落石疏 滑杯 他是說要往北走 那我們也沒有問到說 是不是這個貴人在北方 可能就是要指點 指點能破案的人是在北方 還是說兇手在北方 當時法師寶貝 只得到往北方查的指引 但到底是什麼意思 沒有確切答案 到底會不會破案 寶貝真的三個杯會破案 求神問補 有好消息 賺同仁夫且聽之 畢竟案件還是要回歸到科學偵辦 社會重大的矚目案件 轉小組當然壓力大 而媒體們緊盯每天偵辦進度 有一天一名女記者到警察局了解 有沒有最新消息時 和當時的刑事組組長 閒聊了幾句 對這件案子有沒有新的突破跟發展 主長就跟他講說call 因為我組長是閩南人 刑事組長嘴裡說著苦 隨手拿起筆來寫下苦這個字 畢竟看看當時專案小組的同仁們 各個愁眉苦臉 就是當下大家的心聲 因為想要快點幫被害人討公道 卻苦無盡度 寫一個苦字 我現在比你更苦 案子沒破 長官的壓力 還有面對你們沒點壓力 案子膠著 當警察們焦頭爛額 忙著想辦法要先查出 被害人的身分時 說要破案 連八字都沒一撇 剛好某一報的女記者 他說組長不用擔心 二十加一個開口 他說二十一天之後就開口笑了 你就會開口笑了 問組就說 我沒有打電話 就是二十 然後你看就有一點感覺要添 有沒有這一撇下來 難怪那個記者會跟他講說 跟我組長講說 你應該二十天就會破案 寫快一點潮 這個畫面 對 更潮一點 可能就是說二十了 記者幫刑事組長測字 苦字拆解為二十天就會破案 開口笑 專案小組的同仁們 有苦難言 一笑致之 那時候都還在焦灼狀況 第一個 你死者真的沒有出來 何況去抓兇手這件事情 當作是用給我們安慰吧 安慰我 鼓勵我 提升我們的刺激吧 希望真的是二十天 讓我們能夠進出破案 把這個專案結束掉 安情陷入了膠著 警方只能從 現有的證物 反覆地進行勘研 包括是當時用來 裝軀幹的這一個 深藍色的行李袋 紫紫細細細地去檢視 結果發現了 這個行李 非常非常的新 再加上它的這個品牌 Mark上面 有一層膠膜還沒有撕開 所以專案小組研判 這應該是剛剛購買的 所以就把這個追查的焦點 擺在這個關鍵的行李袋 在哪裡有得買 還有最近又是誰 剛剛買了它嗎 這個就是它Mark 而且上面還有一個膠膜 唯一的最後的一個 最重要的線索就是這一個 行李袋 這個行李袋 看起來滿新的 後來發現它有一個 泛輪鐵路要標示 最大的希望 就是靠這個旅行帶 看能不能去找到 破案的蛛絲馬跡 裝軀幹的行李袋 膠膜都還沒撕開 警方研判是近期新買的 而廠牌也有了 以帶追人 轉小組趕緊查出 廠商是位在新竹 開了車直接前往 到達的時候 業者正拉下鐵門 準備要南下過農曆春節假期 差一點警方就要錯過了 帶著香片跑到他總公司去 也確認說你們這公司 這種行李箱到底都是賣在什麼地方 第三個我們就針對 就是他有賣出的這幾家店 我們先去那邊做一些清查 業者說這款行李袋在2005年1月 才開始銷售 鋪貨的店家只有大賣場 而且大多是在桃園新竹一帶 是主要的銷售區域 400多個銷售紀錄來講的話 那我們先把時間縮短 縮到一週內賣了17個左右 那就針對這17個部分去做 專案的分工跟清查 那這17個部分大部分就是 分布在桃園旅區 專案小組好幾個小隊 同步去各大賣場查訪 魯敬成當時正好是負責桃園 勾機購買的清單時 有一筆資料引起他們的注意 可能就單純是買一個行李箱 或是說年貨啦 或是說衣服 還有清潔劑 還有一個大垃圾袋 然後還有一個手套 那你等於就是跟湊在一起 跟我們這案情 就感覺滿match的 深藍色旅行袋 黑色大垃圾袋 清潔劑 手套 這四樣東西和分身案扣上了 加上購買時間在凌晨1點多 不太尋常 需要自己的行李箱 一定會選擇大白天 或者是你下班時間八九點 很少人不會選擇去凌晨 一兩點去買行李箱的吧 那會覺得很奇怪 他買的大型垃圾袋 清潔用品 很多不需要去凌晨 一兩點去買吧 因為平常時間就可以購買了 不需要這麼長處 調書監視器畫面 這個男子濃眉大眼留個平頭 年紀大概三十到四十左右 身高一百七十公分 加上他似乎若有所思 疑似是在閃躲監視器 警方反覆仔細一遍又一遍地看 覺得這名男子心機可疑 他買居然只有買一瓶飲料 邊走邊喝 我們去大賣場不可能買了一瓶飲料 大賣場都是賣整箱整箱的吧 他怎麼會買了一瓶飲料 然後走得又有點 匆匆忙忙的 感覺起來他是有點在 有點在閃避一些監視器的 感覺上 因為走的時候有點側省 他喝飲料也有稍微這樣看一下 那時候我們小朋友就說 很有可能 想說是中了 我們就感覺說 應該破案的契機到了 可能有機率破案了 警方將這一名男子列為 重點清查對象 但是要怎麼追查出他的身分 可惜的是 這個男子購買的時候 他沒有刷卡 他是用現金付帳 現金付帳不像刷卡 可以從卡號返查 刷卡人的資料 再加上 男子也沒有報賣場的 會員帳號資料 無從得知他的身分 那趕快掉周邊的監視器 看看他是怎麼來賣場的 民國94年那時候 監視器真的不發達 其實我們調到影像也很模糊 監視器本身大賣場的影像 就已經很模糊了 外面更不用講 那凌晨一兩天 外面沒有燈光 很暗 你看得到他車子 但是完全看不到車型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看不到 車牌呢 車牌也看不到 小妖以車追人 這條線又斷了 本來掌握到可疑男子影像 讓警方士氣打正 無奈監視器只拍到他的長相 但是他到底是誰 調到這件事氣用 我們真的很振奮 真的有這個 露出破案的契機 但是你要怎麼去追這個人 欠缺這個臨門一角 對 所以還是在那裡焦灑 好不容易露出了破案的契機 但就是欠缺了臨門的一角 我們來看看這個監視器 拍下了這名可疑的男子 他濃眉大眼 戴著眼鏡裡一個平頭 大約30到40歲左右的年紀 170公分高左右 他在發現無頭女士的當天凌晨 一點多 他出現在這個大賣場 他購買了這個深藍色的行李袋 而這個款式就是跟用來裝 被害人驅干是同一個款式 而且同時間這名男子 他還買了黑色的打塑膠袋 清潔劑還有手套這些用品 這些東西通通都跟 這起分尸案扣上了關係 不過這名男子他的長相 都被拍下來了 但問題是警方卻查不出來 他是誰 為什麼呢 警方一帶追人 鎖定影像中追名可疑男子 只不過有長相卻查不出身分 案子再一次卡關 開出來就是兩派也在這樣 後來就是說一個人就說 要不要公佈 這個兇手如果畏罪自殺了 或是把相關的作案的這些事證 淹滅掉了 那對我們警方一帶追人 警方在偵辦這件命案的時候 會遭遇到困難 第一個長官就是說不要 怕說會萬一曝光 人犯跑掉 到目前為止 只能確認 男子案發前的敏感時機點 購買了跟分尸案連結上的物品 卻沒有證據能夠進一步 說他身案 不過能查 該查的其他線索 都沒有下文 時間又一分一秒的消逝 已經案發第十九天了 那到最後 我們真的已經 有招勝沒招了 十幾天了 就是影像趕快公佈 公佈看有沒有人會打電話簽 不能夠再等下去 檢警決定透過媒體公佈 影像來協詢這一名可疑男子 這名男子您認識嗎 他就是苗栗無童女分屍案的嫌疑人 這位關係人的特徵是 年紀約三十幾歲 身高約一百七十公分左右 那穿著藍灰鄉間的運動服 前往這個大賣場 給男子的影像透過電視台的播送 警方陸續接到三通的檢舉電話 其中有一通是打進桃園的中路派出所 警方公佈影像當中的這個殺人的嫌疑犯 可能就是他們社區裡面的叫阿虹的男子 值班同仁還有副所長 他們就趕到這個桃園大興西路附近去找 去到社區撲了空 派出所的副所長腦筋突然閃過一個念頭 這個阿虹似曾相識 再仔細看了一下他的照片 他想起來了 中路派出所的副所長的女兒跟阿虹的女兒 是同在學校裡面同班同學 副所長低調到學校去查訪 最近孩子們有沒有察覺異狀 發現阿虹的女兒在家庭聯絡部上 傾訴了這件事 她是有提到她媽媽回娘家了 就是不愛她們了 回娘家了 女兒的聯絡部本來都是她媽媽在簽 怎麼後來後面過年這一段期間 變成都是她爸爸在簽 2月5號之後 2月6號之後 這個學校聯絡部的簽名都是阿虹在簽 這個也是非常可疑 怪了 這家人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副所長察覺不對勁 打算再繞回阿虹的住家去看看 就在經過一個路口時 遠遠看見一個身影 感覺這個男子精神恍惚 走路不穩 在路邊閒晃 靠近一看 就是阿虹 這麼臭巧就碰到阿虹在路邊徘徊 那副所長就把他叫過來 他當下弄了一下 那他自己去心理準備 只是說不曉得說怎麼會那麼快 就被我們警方逮到 副所長在問他說你太太呢 他一下子就弄住了 說不出話來 電視公佈的這個影像的畫面的 這個男子的這個影像給他看 他就承認了 這個他太太被他死水殺害了 阿虹逃了二十天被抓了 問他為什麼要殺死整邊人 他告訴警方他和太太阿朱 結婚十多年之後 因為阿朱患有憂鬱症 情勢不穩 再加上後來又沉迷電腦遊戲 兩個女兒的照顧還有工作賺錢 這些所有的重擔都是阿虹他一個人在扛 原本甜蜜幸福的家庭變得掉了 這段婚姻吵吵鬧鬧 吵鬧鬧鬧 他們兩次離婚又結婚 不過就在農曆過年前 二月四號的那一天 阿虹他真的忍不住了 那一天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小心啊 小心 逃了二十天 苗栗無頭女師雄賢若瓦 她叫做阿虹 被害人居然是她結法十六年的太太 阿朱 鄰居看到新聞直呼怎麼可能 看起來真的是蠻老實性的 現在我沒有辦法睡覺 就是一直想說那我扣靈 沒辦法想像說 她會這樣殺死她的 爸爸要帶她你們上課 是一個好爸爸 看到我們都打到人很好 爸爸要結婚了嗎 鄰居眼中的好爸爸阿虹 靠維修電腦賺錢到家 她的太太阿朱 罹患憂鬱症沒有去工作 妻女們都是有阿虹在照顧 然而夫妻倆十幾年來 吵吵鬧鬧 分分合合 鬧離婚又結婚 等於是結了三次婚 離了兩次婚 阿虹為了這兩個年幼的這個女兒 隱忍下來了 家庭的開銷都是落在阿虹一個人 聽說這個她的娘家媽媽 好像都在起盛 當女婿的 平常也都也有在支助她 好像也沒什麼年輕 長得我是覺得很漂亮 我碰到她老婆第一次 我就跟我老婆講 她老婆很漂亮 她長得又滿秀氣的 鄰居印象中 阿朱是氣質型的 後來她卻變得脾氣暴躁 經常聽到她的撩罵聲 好快喔 阿虹 你不要吵鬧鬧 鄰居確實對她這一副 很常聽到爭吵聲 就是感情不是很好 然後可能就是 媽媽經常對先生家暴 你不要吵鬧鬧 吵架的聲音都是 女孩子比男孩子還大聲 就是可能是 感覺上女孩子比較強勢 那碰到一些不如意的 就會在家裡就摔東西 曾經拿刀要傷害她的女兒 當初阿虹看阿朱郁郁寡歡 教她玩電腦遊戲 希望太太能夠開心一點 晚晚沒有想到 阿朱在遊戲的世界裡迷失了 幾乎每一天都在上網 在玩遊戲 不理家務 那夫妻兩個人經常吵吵鬧鬧 所以這個阿虹 除了經濟壓力之外 心理還有生理都遭受到 很大的一個威脅 本來幸福的一家四口 歡樂的笑聲沒樂 逐漸被吵鬧 打罵聲充斥著 很多重的壓力跟狀況打擊之下 不管再堅強的人 有時候身心受到擠壓 尤其是長期累積下來 有時候爆發的時候是非常可怕的 警方壓解阿虹從回桃園住處模擬 還原事發經過 那一天是2005年的2月4號 準備要過年了 因為年前工作繁忙 又要忙著家裡大掃除 阿虹還得身兼母汁 照料兩個女兒們 她太累了 想要喘口氣 所以把兩個女兒送到爺爺奶奶家 而她自己回到桃園住家 去陪太太 但是那一天屋簷底下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會鑄下大錯 看到阿豬又在玩線上遊戲 身心俱疲的阿虹 忍不住念了他幾句 他有跟他講說 功課不平常回來要看 還是小孩子的姍姍也要照顧 畢竟他現在有工作 他太太又沒工作 聊這個他岳母的事情 你這筆錢明明就可以省起來 你也沒工作 你就照顧你媽媽就好了 接到他們家住 該父母你把這勘付的錢 你省下來 你給你用就好了 罵他說不笑你以後 可能就是這個爆發點吵起來 阿豬非常生氣 就打了他一隻耳光 而且衝到廚房去拿了一把水果刀 做事要朝他的頭 還有身體來吃 這個阿虹也氣到了 阿虹說當他回神的時候 為時已晚 一時之間他慌了不知所措 他愣在那裡也不曉得怎麼辦 原本有要向警方自首投案 那又想到他如果因為 殺人的案件去服刑 這兩個小孩子可能會變成孤兒 第一個面對是他 再來他的爸媽 還有他的岳母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個 你不知道怎麼處理他 在當下他又不敢面對 他辦事好像七八十 冷靜下來之後 他做了最殘忍的決定 先到大賣場購買行李箱 黑色大塑膠袋等物品 回家之後對阿豬下手 會失滅跡 把阿豬的這個屍體 從客廳把它抬到浴室 把頭顱 四肢把它切下來 大型塑膠袋 裝成四袋 而且分別丟棄 那當時只想到說 能夠逃脫就逃脫就 然後想說 小孩子不能沒有人照顧嘛 阿豪將阿豬的各個身區部位 分成四袋裝上車 從桃園住家離開之後 沿著高速公路 一路往南開 大家有垃圾車來 他就一袋東西 就水手丟上去了 然後再往下 第二袋丟在 頭份山豬府附近的垃圾紙車 怕被人看見 阿豪開著車 在頭份街上亂繞 直到天色漸漸變黑 趁著四下無人 他悄悄把裝有阿豬驅幹的 深藍色行李袋 丟棄在垃圾紙車之後 趕快離開 從桃園到新竹 再到苗栗 橫跨了三個縣市 分帶棄石 我想這個是他有經過 很細膩的心思 製造警方的追查斷點 回到家之後 阿虹若無其事 然而阿豬消失這麼多天 女兒們問起媽媽去哪了 她藉口是夫妻吵架 太太離家出走了 但是大年初要回娘家的日子 阿虹要怎麼跟岳母交代阿豬人呢 她回娘家之後 當然她家裡一定會問她說 妳太太或是小孩子的媽媽 怎麼沒有回來啊 那她先生跟她回答就是說 她跟她吵架 她沒有要回來的意思 就這樣子 她可能 可能她娘家也知道 她女兒可能有這種 精神上疾病啊 她就想說可能吵架 她就不高興就不回來 她的女婿這樣講 她就相信了 後來阿虹撒謊說要搬家 打理清潔租屋處 重新粉刷油漆 要歸還給房東 事實上是要掩蓋寫字 她很熱心把家具分送給鄰居 但她的目的 其實是為了要掩飾犯刑 就說東西沒了 我就感到感到 還在家裡的房間 有臥室啊 妳剛見到她家的時候 感覺什麼 她先開門 然後我跟在她後面進去 就好像有癢癢 那時候鄰居是認為說 他們可能就是因為 夫妻的關係 吵架 或者說她很想要搬家 然後我好 她有講到是一個 環境的關係吧 一直住在那邊的話 她鄰居一定知道 她是有老婆的 怎麼這麼久 長時間沒有看到她太太 一定會起疑心 想方設法 但終究只保不住火 事情還是曝光了 在廚房找到 當時做案用的 沙拉脫清潔劑 還有手套 在客廳 也採到有血跡反應 甚至在浴室排水口 我們也採到了血液的殘疾 跟死者的毛髮 專小組押解阿虹 重回騎士現場 模擬還原案發經過 阿虹這二十天來 壓抑的情緒 再也忍不住了 再忍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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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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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她們衝動就好了 安全冒下的阿虹 淚流滿面 在丟棄阿豬軀幹的垃圾紙車前 一聲一聲的道歉 阿虹 對不起 對不起 那阿虹當時非常的懊悔 向警方要求 在現場要下跪 並且持相向 持者默念 要求妻子要原諒他 因為一時之間 情緒失控 才促成大錯 這個就是當時在這邊 燒了燒指紙 原本的這個陰霾的天空 突然下了一陣雨 這個冥冥中 他的妻子也可能感受到 阿虹的懺悔的這個眼淚 回顧案件 警方覺得 似乎冥冥中 注定是會水落石出 因為過年到了 大家家家夫婦都在大掃除 所以當時的垃圾紙車已經滿了 當時如果說 他丟的這個行李袋 早一點丟 可能丟到垃圾紙車的底部 那其他的家庭用的垃圾 蓋上去之後 沒有人發現了 可能這個案子也破不了 2月4號案發 2月5號案件破案 到2月25號阿虹漏網 終於破案 揭開真相 然而卻是令人揪心的 家庭悲劇 一般人把自己枕邊人殺害了 我想後悔都來不及了 而且也非常的可怕 他竟然還可以 將屍體直接開來 而且心思那麼縮密 又把他分成四個袋子 分別丟棄 我想這個在 他的人格特徵上 是意義常人 他自己講到說 長時間在婚姻暴力的一年之下 他自己也有憂鬱症 警方調出阿虹的就醫記錄 查看他身上的狀況 同時也查訪鄰居親友 手上有抓傷 就是一般 就是女孩子會抓的那種 抓狠 抓頭去撞牆 這樣是他轉述的 用水果刀 可能會丟他犯險 對他拳打腳踢 施暴 對他老公講說 要帶他女兒去一起死 要殺他老公 女兒說他爸爸是一個好爸爸 小孩子對他是還滿尊敬 也是滿愛他爸爸 反正是對他媽媽有一點點抱怨 也會對他們大小聲 那可能就是講得比較偏激的話 比較偏激的話 就是大家去死一死就好了 當天他來 來戴維亞的時候 那兩個女兒 一直要說要來看他爸爸 就抱他 跟他爸爸擁抱 他爸爸也是跟他抱 應該是這樣 那種畫面滿溫馨的 但是很 對 很感傷 他一手就抱住他兩個女兒 就是 他一下就淚流下來 我最記得就是說 他對不起他兩個女兒 他用錯這個方式 但是他會去面對法律的制裁 他兩個女兒其實後來看 好像都不會責備他 也沒有責怪他爸爸 他們家是他爸爸在支撐的 他認為說畢竟他也是毀了一條人命 他講說他也不應該 去這麼衝動他也很後悔 那再加上他對不 他認為說他也對不起他的那個 那個娘家 畢竟一個女兒交給你 就算再怎麼不好 頂多雙方講好來 該離婚就該離一離就離 不應該下手這麼的那個 兇狠 他對他所做的事情他真的有在懺悔 他當時只要再稍微忍耐一下的話 可能這一些所謂的大風大風就會過去 家庭悲劇來龍去脈理清了 但是阿朱的頭顱跟四肢 有機會能找回來嗎 警方不放棄 大批人馬前往垃圾場搜找 同時出動怪手跟搜救犬 開挖垃圾山 過年期間 這個垃圾量非常的多 太多了 也協請當地的這個救難協會 五支搜救犬去找了好幾天 過年期間很多上百多 那不只百多 有翻到一些儀式的 但是後來有把它拉起來看 警犬去處理 去聞 但是聞到是有屍體 但是不是人的屍體 是其他的屍體 是動物的屍體 垃圾場工作人員說有可能 他們倒下去之後 一直覆蓋一直覆蓋 你完全都挖不到 然後有可能 一血已經也被燒掉了 頭 手 腳 完全都沒有找到 這個就是本案裡面 最大的一個遺憾點 這起苗栗無頭女士命案 在破案的當天 正好是案件曝光之後的 第二十天跟女記者當時 幫警方測試的結果 不謀而合 而整起的案件當中 還有什麼狀況 是讓辦案的警方 都感覺到不可思議的嗎 回顧苗栗女子分屍案 明明中有許多的不可思議 原警吳昌靜是案件的承辦人 偵辦期間他做了一個夢 我們有一位無姓的原警 他夢到了一位女生 但是他的長相是比較模糊的 但是他有看到他穿了一身的和服 和服還有繡了一朵藍色的花朵 原警到這個案子快要破了時間點了 到了這個使者的家中 一打開他家的這個房間 一看 哇 看到了一張 這個我們使者的這個沙龍照 那張沙龍照呢 就是他夢境的那個樣子 所以就覺得真的是哲哲稱奇 或許是被害人想協助警方 夢境中女子曾說要往北查 那時警方不理解為什麼 但卻跟神明的指示不謀而合 還記得專案小組夜姓原警的哥哥 去苗栗的一間公廟求神問簿 遙到也是往北的指引 事後來看 驅幹在苗栗頭份發現 本兇嫌是在桃園犯案被抓 地緣關係來看 的確是在北方 只不過當時苗栗公廟的神明 為何是指點警方要去新竹的都城皇廟 來拜拜呢 當時案發第十九天了 警方鎖定監視器拍下的可疑男子 但一度沒辦法確認身分 專案小組到了新竹的城皇廟 去拜拜祈求順利破案 我在求這個神明幫忙 也是聖杯 這個城皇也就冥冥之中 可能就是答應說 要幫忙把這個案子 盡速來破案 隔天警方就抓到兇手 實在是太巧合了 還記得女記者幫刑事組長測字 苦字預測二十天 警察就會開口笑嗎 你如果寫快一點 這個可能會黏在一起的 當你黏在一起的時候 對 就感覺是二十天 真的是二十天 案子真的冥冥之中 阿虹因為長期遭到妻子阿朱的家暴 情緒失控之下 衝動了犯下的凶殘的殺妻分析案 警方感慨說 就像是之前的鄧汝文殺夫案的翻版 都是因為家暴釀成了悲劇 而阿虹他的兩個女兒 在開庭的時候的一個舉動 對法官的判決 出現了關鍵性的影響 他的兩個女兒做了什麼事呢 南竺邦 誅明給吳老師的一封信 內容提到入所一個多月 內心已經相當平靜 也對警察不免不休的辛勞 感到非常的抱歉 她滿滿的愧疚說 很對不起我造成困擾 讓我們沒辦法過能力新arian 第二個 他好按我印象 他也是說錯了這件事 就是那 最後他只能說 去面對接受法律的制裁 或摩訪 一審判刑十二年 检察官任務為 輕判提起上訴 二審判決十五年 後來案子定驗 刑禮法的權衡 關鍵在於 法官考量他犯案時 精神浩弱 加上女兒們的一個舉動 女兒去做這個時候 他跟法官要求說 他想抱他爸爸 然後可能法官 也被這一幕感動 跟法官陳述一些 他們家庭的事情 包括他家庭 罪名的家暴之類 他媽媽怎麼對他家暴 可能法官有財性 後來他的娘家 也選擇原諒 也選擇原諒他 因為娘家可能也知道說 這個事情的發生 當然不是就是單方面 他的女婿就不是什麼 窮凶惡極之人 阿虹殺氣的悲劇 讓警方想起 過去的鄧如文殺夫案 兩起案件如出一策 鄧如文殺夫案是 他先生對太太的家暴 那相反的過來講 動娘動物分屍案 認為是先生是受害者 太太是私暴者 就是一個共同點 就是同樣都是家暴 如果這個案子 阿虹跟阿豬 有求助於家暴中心的 一個113的協助 我想 應該就沒有 然後發生這個漢室的狀況 歡迎收看台灣啟示錄 我是鄧如文翔 警察辦案是講究科學證據的 不過在許多案件的 偵辦的過程當中 也的的確確出現了 很多不可思議的巧合 如果不是 靈靈中的某種力量的指引 有些真相恐怕是不會出現出來 今天我們要帶您回顧的這起案件 它是發生在2017年 當年的承辦員警告訴我們 他辦了30多年的案子 他沒有遇過 這麼多無法解釋的靈異現象 首先是命案的曝光 這地點是在嘉義義竹鄉的 這一處幹證人員 他說這裡平常是人員稀少 根本不會有人進來的 就算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外界恐怕有多人知道 偏偏這一天 這位外地來的王先生 他想要走捷徑 不知道為什麼 他車子就這樣開進來了 然後他看到路旁 停了一台摩托車 他想說附近應該有人 所以他就想下車去問路 沒有想到 竟然看到了一具教師 他嚇得趕緊的報警 警方趕到現場之後 要確認死者身份 這是偵辦命案 最重要的關鍵 但是死者的面容稍微嚴重 只能夠確定 應該是一名女子 而在現場 也沒有找到 其他的身份證件 不過就在 這一片燒黑的灰形當中 他發現了一支手機 這手機的外格 已經燒得焦黑了 警方趕快把這裡頭的 SIM卡拿出來一看 但是心也涼了 因為這張SIM卡 也被燒毀變形了 但是警方不放棄 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 就把這張SIM卡 插進了一個警察的手機 試試看 沒想到才剛開機 一通電話就躺進來了 是誰呢 放眼望去 一片綠油油甘蔗林 這裡是嘉義縣的易烛箱 這個路其實就是 台修的形狀有那麼嚴重 就是都那個 台中的那個大貨車 還有那個重機械才會走 平常這種排檔的那個道路 一般人不會信 那鎖車的人怎麼來 對啊 這就是明明始終不輸 那時候要 要基因去法輪來報案 多年後 扮案刑警重回現場 這起甘蔗園女教師案 說也玄奇 原來據傳案發之後 不斷發生靈異狀況 像是灰藍色的發案車輛 不只是一個人 總是在車輛的周邊 聞到一股濃濃的味道 意外就是農品的一個草味 那像開燒過的草味的一個書記 說我愛的 譬如說 阿錶對一個雜貨 阿錶鐵跟阿錬 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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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像這個那時候應該是 演過傳生的這個東西就是 你沒做的時候是怎麼 完善的會一直跟你對調 我當刑警已經30年了 這個案子是我遇過 就是其中就是冥冥之中 有一些很不可思議的情景 是最多的 本來人車都鮮少的甘蔗園 但2007年3月8號這一天 外地來的王先生從沒來過這裡 他卻開著車一路往甘蔗園前進 這四個年棟 這幾個都是台湯 在種甘蔗園的甘蔗園 都洗掉了 原來是想超捷徑 他環顧了四周要找人問路 看見旁邊有一輛機車 我就只要停一台紅色油的 他想說這是在地 要騎我一樣 這台湯的時候 我就躺一坡一坡 搭一坡 順著這台路走進去 走進去 好像百貨公車的時候 聞到味道 聞到味道 味道是怎麼會 那種人的形狀 經過風吹日曬雨林 趴握在甘蔗園的礁石 從腐敗的狀況研判 至少出現在這五天以上 靈命之中 那是千人 他來要發展這個世界 沒有他說 他也是不可以 他也說跟一個電腦說 要嘗試一下 要超節徵 這幾天不是說 是學生結晉的習慣嗎 不慢 就很奇怪 對 似乎有神秘力量牽引 讓王先生發現腳石案 他趕緊打電話報警 警方跟監視人員 來到現場勘查 確認是一名女性 遭大火焚燒 陳生前 當初查看現場時 特別注意了 地上的環境 有沒有掙扎跡象 我們人的皮膚 接受到火燒的時候 它會痛 所以它一定會有掙扎 自己點火燒的 肚子一定會有掙扎痕跡 這是常理的情形 所以那天叫我現場 肚子我都沒有看到 這部人的激震 大火高溫 如果生前著火疼痛難耐 應該會留下掙扎痕跡 警方排除是自焚 而且研判 甘蔗園不是女子遇害的 第一現場 而是死後被載到 甘蔗園之後 放火焚燒 企圖毀失滅跡 警方擴大範圍搜尋 周邊看見了兩樣可疑物品 水果跟那個保特餅 是在另外周邊的地方 有被焚燒的那個狀況 所以我們研判說 保特餅是不是裝汽油或是 易燃物 它的口袋裡面 還有殘存汽油的那種味 所以我就研判說 這不是用那個 抽油管的汽油 差不多 百五公分左右 另外警方還注意到 女子全身焦黑 燒毀最嚴重的區塊 集中在下半身 一個女性 她的下半身燒得很嚴重 所以我們有合理的懷疑說 她是不是有遭到侵犯 中心她就要毀失滅滅 全部到她的環水保温 要跟她媒賬 有可能是 這是算我們 警方合理的懷疑 一拔火燒毀女子容貌跟身軀 下半身激震也已經踩不到 她手上戴的錶燒壞了 指針停在1點08分 她的人生也從此停歌 譬如說你一定要 經過燒過之後 她不再會滑掉 滑掉不再會停 一點點八分 進場的時間就要推斷了 演唱的時間是 11點到2點這次 此外 女子左手手邊 有一團焦黑物品 是什麼東西 像有朋友那裡 有一個黑黑的東西 而且她的手機已經有打過 在看她說 是不是要卡電的銷銷 或是怎麼買的 差不多七八成都已經燒毀了 我們就是取那個SIM卡 就是想辦法去釐清說 這個持用手機的人的身分 SIM卡它也有燒毀變形的狀況 都沒有帶什麼政策 就是對這支燒焦的手機 學力變成的SIM卡 對這支SIM卡的不修正 確定是實際的身分 讓我來得順暢莫薄 手機焦黑燒壞了 SIM卡扭曲變形 能夠搶救修復好嗎 這是警方追查被害人身分的 僅有線索呢 手機燒到這樣 把我當作回合他的功能 也是要看這個 裡面的信卡 可以看看 看有什麼肚子 人家又沒有 有一個動手 大家就在那支手機在頭上 因為這算是最好的算數 如果說突破 是說比較不會變成一個現階 路上 這個燒到這樣的時候 這是要找一個 使者的身分 大海撈針這樣 卡片 SIM卡扭曲變形 後來有蓬佈器 我們就拿圖案 在修飾一下 修飾一下 我往插入我們手機的卡片 插卡裡面 我們的機率 可以說很多 當初就是 很細心 慢慢在那邊修正 修正到後 可以導入它的環境 我們當初用一支 以前用過的 複色的手機 電話納頭傳來一名老婦人 焦急的聲音 現在有人在營的時候 一定 開始追問 你接電話 是一種那種的 我們女兒到底人在哪裡 警方告訴老婦人 手機是在嘉義義竹箱的 甘蔗園女教師身旁看到的 聽到這裡 老婦人更是焦急 她說 女兒失聯 超過一星期了 她說二月二八 早就出門了 心情就是賣 說要怕人家在家 請她來這邊 先淑婆 先認識 老媽媽心情沉重 悲痛指認 確認了 女教師身上的物品 就是她的女兒 阿汝的 對她的一些特徵 就是手錶 索機 和她政府帶來奢侈 人家說 這確定就是她昨天 阿汝的媽媽說 女兒二月十八號 那天早上 接了一通電話 說跟朋友有約 要去散散心 從台南住家出門之後 三月八號 卻成了一具教師 沉失在嘉義的甘蔗園 奇怪的是 阿汝跟嘉義沒有地緣關係 家人也說 沒有親戚朋友住在嘉義 不曉得 阿汝為什麼 無緣無故去嘉義 甚至沒了命 要插她的DNA 做一個比對 確定是死者的阿汝 台南 嘉義 竄起來了 兩地警方都要想辦法 趕緊找出真相 幫阿汝伸張圓區 加入台灣啟事務的會員 每週獨享頻道的特別戲劃 和我一塊翻閱 記者秘密檔 好 確認死者是住在台南的阿汝 但她為什麼會在失蹤八天之後 沉失在嘉義的這處甘蔗園呢 她完全沒有任何地緣關係 媽媽說 女兒是在一家保全公司一頭 擔任會員 沒有男朋友 也沒有債務問題 她的生活非常的單純 不過倒是在失蹤前 女兒心情好像不太好 她跟家人透露 有同事跟她求救 請她幫忙挪用管理費二十萬 幫她救救急 阿汝一時心軟她就答應了 但是沒想到 只是單純地想要幫忙 在對方拿到錢之後 卻讓自己惹上了挪用公款的麻煩 在2007年2月28號那一天 阿汝跟家人說她心情不好 想要出門去散散心 沒有想到出門之後就音訊全無 家人當天晚上立刻向台南警方報案 而當時台南警方有查到阿汝的手機 她最後一筆的通聯記錄 繼續追到發話地點 是一座公用電話廳 然後在調出附近的監視器畫面發現 在公共電話廳拨打電話的 是一名身穿條紋上映的男子 他是誰 他跟阿汝的命案有關係 阿汝是台南一家保全公司的員工 被派駐到社區擔任會計 生活單純的他 卻被發現在嘉義的甘蔗園 被大火焚燒 繪失滅跡 下班後就回家 也沒有男朋友 一個作品如果這麼單純 也沒有感情的問題 也沒有人在乎的求婚 是什麼原因 讓單純的女會計 惹上殺生之禍 阿汝有沒有跟家人透露 最近為了什麼事情煩心 擔任會計的角色 算都會關一些 管理費的部分 重點是說他們的董事 有時候都會照顧 有時候不剛好 說要把抑制沖上 有時候他就知道 勾矣 這些他也不知道 這公款不可以隨便去挪用 董事如果不剛好 就剛好事情 先用錢 就先借你用 應該這董事 不應該趕緊下去 可能倒三天 就是要跟他倒三天 阿汝欣然以為是好心 幫同事救急 卻反倒讓自己麻煩產生 三天出大學 不然他最沒有照顧的經驗 這份討論也是他 第一份討論 而且仍然照顧沒多久 他也是比較單純 不像社會人心弦 說真的有的同事 心情不好 阿汝2月18號當天 跟家人說去散心 卻一去不回 家人聯絡不上他 當天就緊急通報台南警方 這個女孩子很乖 她平常要外出的時候 都會跟家裡的人講 那當天跟家人說去散心 從早上他有跟家人說他要外出 那結果那天晚上他沒有回來 當天沒有回家的時候 其實他的家人就已經很焦急 焦急在找人 因為這個不合常理 因為他平常就是很正常的人 下班就是回家 時間到就是回家 一個三十幾歲的女生失聯 最後是跟誰聯絡了 警方調出阿汝的手機通聯記錄 最後一通電話 是從台南的一個公用電話亭 撥打出來的 教育監視器發現就是說 這個時間點 有一個男孩子 穿著這個很條紋的衣服 在那邊打電話 監視器拍下 穿條紋上衣的男子影像 他是誰 職業隊的同仁那時候 剛好看到說 怎麼有一個人 穿著跟打電話這個人 同樣衣服的人 就坐在那邊 跟人家聊天 心裡面的 插插的 警方以衣服追人 條紋上衣男子 竟然近在眼前 原警察房附近民眾 確認 他是附近一間公司的保全員 叫做陳瑞祥 阿翔他本身採的前科 他本身就是強盜 和性侵害多向前科 我們性侵害的 武器的一種假釋 之前曾經有在 布袋我這邊居住過 所以有那個地緣關係 阿如他們公司的員工 當初 他二七二八職 專小組溝機 陳瑞祥跟阿如的命案 有什麼關聯性 他跟阿如是同事 怎麼連阿如失蹤那一天 這麼巧他也休假 陳瑞祥是嘉義布袋人 跟焚屍處有了地緣關係 而阿如出事那一天 他是最後一個 跟他通過電話的人 這時警方腦海出現問號 阿如接了陳瑞祥的電話後 音訊全無 那陳瑞祥撥打電話給阿如後 他人去了哪 他是破地 掉了手機通電 所以我有發現 有發現 他那個通電紀錄 他是沿著 往布袋那個方向在行進 尽管可疑 但光廷這些 還不足以扣住陳瑞祥 另一頭加以警方過濾 焚屍甘蔗園周邊的 監視器畫面 還記得 報案人在甘蔗園旁 看見了一輛紅色機車嗎 那一輛機車是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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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輛機車 這輛機車也沒有發現 我們就排除了 警方繼續一個路口 一個路口畫面分析 發現這一輛灰藍色的車輛 很詭異 這暗化現場 是在這裡 這四號樓的農地 我們在暗化現場 釣魚的鑑魚 在這裡12線和19線 我們有發現一輛灰色修理車 這輛車在這裡 一輛差不多三四倍 你看這輛車很可疑 來來回回應該差不多三四小時 那就是在那開過 開回來 就在那一輛 這輛車是怎麼會這樣 開來開去 而且又是在暗化地的地位 可疑的灰藍色車輛 警方鎖定車型車號 擴大範圍調閱 每一個路口畫面過濾 發現這輛車 2月28號當天早上 就已經出現在嘉義 不斷在焚濕的甘蔗園周邊 繞來繞去 不過監視器的畫面 還是有斷點 只能初步還原 行車動線 案發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俠內的監視器 並不是很普及 過濾了三百四的監視器 然後已經有那個初步 那個案發的時間點 它都是在我們布袋 這個地方在這邊游走 車輛從台南來到嘉義 阿如不就是台南人 這輛車的嫌疑又增添了一些 為進一步釐清 邱文勇跟陳瑞賢 親自開著車 到焚濕的甘蔗園 案發現場周邊 根據可疑車輛的路線 實際走一遍 揣摩開車人的心情 再仔細觀察 每一條路 每一個巷子 通往哪裡 當他們開著車 經過距離甘蔗園 三分鐘車程的 這個加油站路口時 兩人決定下車試一試 車是在這邊開過來 案外線上是從這邊那裡過 在這裡這個嘉義站 我們有差不多關鍵的畫面 就是在這裡掉到 就是警方 這一股不放過 任何可能機會的念頭 黃天不復苦心人 在加油站調到了關鍵影像 鏡頭拍下 這輛灰藍色轎車開進加油站加油 等待的過程中 一名女子下車去上廁所 身影模糊 她是誰 一個契機就是 她在那裡 她的小孩都在那裡 最終突破的點 就是在我們全國加油站 那邊的監視器 有調到阿如她下車上廁所的畫面 這竟是阿如生前最後影像 那是誰開這輛車載她 警方以車追人 車主是台南的一名 郭小姐 靠她的車輪 她的車輪 要去查到車主 車主現在也是 跟她做關係的 我理解我 是不是有涉案 你就是要交代說 當時 她減一點錄 是什麼情形 再來的時候 減一點人 是不是她在處理 是怎樣的部分 要再做一個改水 找到車主 他說2月28號當天 把車借給別人了 那是誰借的車 她那棟大樓 等我們保存的 陳瑞翔 跟她借車 或是她一千五百塊的台客 趁她走下去 聽到陳瑞翔這三個字 警方犯雷達警示響起 這一下子線頭又指向了她 陳瑞翔當初回家 亦不帶掃墓為由 跟大樓的住戶郭小姐借了這輛車 她可得一五一十地說清楚 為什麼死者阿儒 會搭上她借來的車 在嘉賈站 我們有再調整這個 機車 坐這輛車 他下車爐湊的畫面 我感覺說 他應該是 跟這間冰暗是 合不了關係的 好 這個加油站畫面 證實了阿儒 就是坐上了陳瑞翔的車子 從台南來到了嘉義 請不要懷疑 這輛車子恐怕就是犯了車輛 於是趕緊地進行採證 不過中間隔了八天了 而且據說這個車主非常愛乾淨 常常就會洗車 那會不會把機震也洗掉了呢 還好這幾天 這位女車主她比較忙 她沒有空洗車 警方鬆了一口氣 趕快用千斤領 把這個車輛給頂起來之後 仔仔細細地見驗搜證 結果在車上找到了 找到了芒草 找到了鬼真草 以及黃土 這些機震代表什麼呢 代表這輛車子 曾經到過阿儒城市的甘蔗園嗎 而陳瑞翔 他又要如何交代呢 搭載死者阿儒的灰藍色車輛 是本案的關鍵 車主說 2月28號當天 陳瑞翔有正常還車 可是當警方要採證時 已經事隔八天了 還有機會留下機震嗎 因為聽說這位女車主愛乾淨 經常洗車 沒洗車也沒感覺有什麼藝術 就這麼巧 這幾天女車主事情太忙 沒空洗車 警方見識人員趕緊前往採證 經過仔仔細細每個角落勘驗 查出許多激證 跟案發現場的甘蔗園 扣在一起了 我們去看這台車的時候 發現雨刷上面 就有一些場 輪框裡面 非常厚雷層的那個泥土 那個車子踩到那個 案發地的那個泥土 跟那個鬼針草 就整個車子 用千金釐把它架上來 發現礁石的現場 一樣的黃色泥土以外 它還夾著那個蟒場 都是跟現場一模一樣的那種 腳踏板的部分 算有些蟒草 跟那個鬼針草 現場的植物的 一些種的生態 是有怎麼聞 蟒草 鬼針草 黃土 重要關鍵證據 這輛車到過甘蔗園的粉絲現場 而阿如遭大火焚燒得相當嚴重 研判應該會有阻染劑 那輛車上 還可能遺留下任何機證嗎 在駕駛座的那個踏墊上 我們有鑑定出來 它有汽油的成分 腳有落到 有落到 落到的掛頭 有汽油的成分 案子辦到這 陳瑞翔的試案程度 又再往上提升 警方找到他的時候 陳瑞翔說 當天車子的確是他開的 沒有借給別人 然而他交代出來的行蹤 跟警方查證結果 完全不同 陳瑞翔沒有料到 警方已經掌握到 他去布袋的證據 他馬上改口說 記錯了 就是講說 他就是載他那個太太 再來這邊過門 他就是說 他就走什麼路線 走什麼路線 他就是沒有提到 我們案發的那個地點 警方拿出案他現場的附近加油 警方拿出案他現場的附近加油 站監視器 阿如下車上廁所的畫面 鐵證擺在眼前 陳瑞翔弄住 你那天就不是跟你太太來 你是跟他來 對啊 他一開始他也是空氣 空氣 不過他沒有 他沒有積極地去否認 他一下就說 對啊 對 我帶他來 阿如是你帶來 為什麼 換人家 怎麼在人家死亡 他也說要不要 他怎麼知道他人家死亡 要去哪裡 我們調到了這些間路影像 只能證明說 他有跟他來過 對啊 我們欠缺的就是說 他殺他直接的證據 只有陳瑞翔開車在阿如到嘉義的影像 沒有辦法掌握到 讓他一槍斃命的關鍵證據 難成的陳瑞翔恐怕不會這麼輕易鬆扣 警方心裡有數 早就沙盤推演過 要怎麼樣跟他跌對跌 你現在陳瑞翔有載他下來的嘛 然後你後來他怎麼回去的 路邊阿如說他要去 再去包圍找人 陳瑞翔跟我們說的時候 他說他在當時的時候 開什麼路線 讓我帶阿如去 好處車站 坐車後 趁等車站他人去就走了 警方曉得面對狡猾的嫌犯 得要擠牙膏一般 一一戳破謊言 才有辦法讓陳瑞翔吐出真相 我現在就說來 你現在帶我來 你那天走路線 你走一次給我看 開始沒問題 定義算是開始實際 走你說你說的路線 來他就趁等第一次 我們都有現場 在前程修正 你走過路線 我們就叫你說 醫生的速度也坐 下去走 第一邊 走一邊過之後 說好 有比較重 他說有 他就頭前座 他就怎麼走 怎麼走 我也是讓他說他怎麼走 結果我說不對 我們這個鑑魚 抓到這個時間點 你沒有在這裡 現在他說他去哪裡不對 可能去哪裡不對 他說那久了 他去哪裡不對 他說沒關係 你再想好 想一下你再走一次 所以我都問這句 對 那個還要走第二片 路線又不一樣 你那裡在那裡 重複三遍 走的路線都不一樣 他就是都確定說 他就是載到路去 補助車站坐車 他就是載到坐車 說得知道 你們是不是 我哪有辦法 陳瑞祥跟警方纏鬥 但警方也不是省油的燈 拿證據打臉他 我來通廟一邊的時候 我說來你注意看 你說你走的路線 來 我們有必要看 說沿途的一些感濕去的部分 你說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隻 這裡有一隻 陳瑞祥看的時候 他頭盤也沒在燃 他在那裡覺得很驚訝 說他講的時候 他講的時候 他這裡整個姿勢 他的整個絕本 都打亂 打亂以後 沒辦法打亂回答我們了 那時候 他已經 背對這 中大嫌疑的一本 已經 給我 你給他 裁定縮壓進階 相對的 我們就是他老婆的部分 其實我們另外一組人 也是 也是已經做突破了 我們告訴他 你這樣子可能會 涉及到偽證 所以他老婆他講的就是 他叫他要這樣子講的 他就是有在 刻意的在掩蓋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當時認為就是 他的涉案程度已經很高了 他就是瘦一四房 他要再說十個別人 來彌補這個房 補兔說的時候 他整個就是 整個都爛年 爛年之後 跟我們說 不然你後一邊 把我照出來的時候 我會讓你們一個爛年的 打亂 盤算的時候就是 他在想說 看要怎麼 較輕的罪名 就認罪了 因為這個死者 他的死絕對 一定減陳瑞祥 一定有關聯的 他拖不了幹事 這個死絕對 一定是陳瑞祥做的 他就是要怎麼去 自言其說 要怎麼想好 他要認罪的 就困難了 好 儘管一個個謊言 被警方突破了 但是狡猾的陳瑞祥 還依舊沒有鬆口 他說 下次警方從看守所 把他借題出來的時候 他一定會給個交代 真是如此嗎 我們來看看那一天 警方把人帶出來了 就在前往甘蔗園 命案現場路上 有個警察 突然問了一個關鍵問題 陳瑞祥 當下聽了之後 他愣住了 他沒有回答 但是沒多久 他就說 他認了 對 就是他殺害了阿如之後 放我 焚尸面積 他在重回命案現場之後 他不斷地發動 所以你還 不要來找我 不要再來跟我逃命了 陳瑞祥說 他關在看守所的每一天 阿如都陰魂不散來找他 而陳曼圓警也說 不只是陳瑞祥看到 其實很多人都看到了疑似阿如的出現 包括是刑警的家中 包括是出現在地檢署 有個書記官說 他有一天看到陳瑞祥被借題出來 旁邊就跟著一名女子 還有阿如的媽媽也說 在案發當天中午的十二點半 他好像看到阿如回家了 但是根據法醫的研判 阿如他的手錶時間 是停在一點零八分 那麼研判應該這個手錶 是被火給燒壞掉的 所以就停在一點零八分 那麼往回推 阿如遇害的時間 可能是在上午的十一點鐘 到下午的兩點鐘 所以阿如怎麼可能在 中午的這個時間點 出現在台南的家呢 除了一次看到阿如的身影之外 很多人也都聞到了一股味道 包括的是女車主 還有大樓警衛 他們都說在犯案的車輛上面 聞到了一股 揮之不去燒焦的火焰味 但奇怪的是 這輛車子好好的 沒有火燒的痕跡啊 承辦員警說 他犯了三十多年的案子 真的是第一次感受到這麼強烈 這是被害人在冥冥之中 逼著兇手扶手認罪嗎 警方從看守所 將陳瑞祥解體出來 就在快靠近案發地的甘蔗園時 陳盛賢閃過一個面頭 阿如遇害你喔 一句阿如有去找你嗎 擊破陳瑞祥兼固的心房 他就稍微壓著 還要硬硬硬的 那種感覺 有嚇到 再來 再來他就點點了 他也不說有 也不說沒有 我就感覺說 可能是真的 真的有找到那種感覺 我就直接問說 要用什麼 他就燉電一下之後 他就說 好啦 我要說 他就說我要說 他說 他就說 他就說去車 投油料 這在寶特瓶 他就寶特瓶 倒下去 燒下去 打招了 但所言屬實嗎 警方押解陳瑞祥回到住家 起出證物 包含事發當天穿的衣服 還有抽油管 以及打火機 他穿著的衣服 就是有沾染到 就是像車上 那個鬼真草 那個鞋 還有那個 就是我們現場的那個泥土 還記得 陳瑞祥當時借來的灰藍色車輛 警方採證時 在車上找到了 芒草 鬼真草 以及車輪上黃土 比對一下 陳瑞祥當天穿的衣服上 留下了鬼真草 鞋子上的泥土 也跟甘蔗原的黃土 相對吻合 他可能比較好心有借一些社區的錢 然後現在就是有鼓灰 這個阿翔 他是主動去找他說 他 他可以帶他過來 布袋這邊找朋友 幫他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就是用這個 用這個藉口把他 把它騙下來 陳瑞祥開著借來的灰藍色車 一路從台南開往嘉義 他說路途中兩人起了爭執 像這個阿魯他在借錢 因為他 他有一筆那個 動產擔保交易的那個案子 如果沒有去繳這些罰金的話 可能他會撤銷他的假釋 阿魯已經擔心借出去的 大樓管理費公款討不回來 陳瑞祥又開口跟他借錢 他怎麼可能會答應 我們不然假釋拿去用撤銷 當然是從大樓的一些主婦 大家了解 他怎麼做成功 這個頭樓也不用車 所以說這樣 沒有人起增值之後 不太心臟也頂死 當然車子是獨木区 獨到車的時候 覺得這台車比較偏偏 他就從石鐵 搬來放在這個位置這裡 然後用那個汽油管 調到汽油 讓他來沾到這個汽油管 這樣 然而這都是陳瑞祥單方面說詞 不過他認了勒比阿魯之後 把人載到偏僻的甘蔗園 一把火企圖燒毀所有機震 重回現場時 他嚇得直發抖 他到現場就是雙手合十 然後頭都滴滴的 然後就是跟那個死者道歉 全發生到破案 每天都做惡夢 就是說這個 那個死者都要找到透明 因為香手合中 會刷 貴城區會刷 就是說 抱歉那就是 不要再來找我 不要再來打透明 他說抱歉這個 不然就給他頂死了 原來據傳案發之後 不斷發生靈異狀況 像是灰藍色的發案車輛 不只是一個人 總是在車輛的周邊 聞到一股濃濃的味道 他們那個地下室 就是有一個類似 類似那個警衛室 然後車子都會 車子就會從那個前面經過 他也不是距離很近的 就是進到車子去聞 不是 就是經過的時候 但是現在就是 意外就是 農民的一個草味 那是火燒過的草味 他就會聞到 那個燒焦的味道 包括那個原車主 他也說 每次開這台車的時候 就會 就會 就會有一個 絕對有一個燒焦的味道 兩個人不約而同 都聞到了 車子有燒焦的火焰味 更奇怪的是 車子裡裡外外完好 沒有任何被 大火燒過的痕跡 屍體乘放的位置 跟那個 車子可以行 進到的地方差不多 還相隔差不多 150公尺 基本上根本不會有 不會有那個車子 會有燒到那個跡象 靠近這輛車 總是聞到一股燒焦火焰味 揮之不去 怎麼會有這股味道 沒有科學解釋 不只是販安車輛 就連陳瑞祥被移送到地檢署 接受假官復訓時 法警跟書記官 也同時都聞到了 那股味道 一進入到地檢署 書記官跟那個法警 當那個阿翔他進入那個 法庭的時候 他就聞到 聞到一股很重的那個 燒焦味跟那個絲綢味 直到說他們開庭結束之後 那個阿翔離開了之後 這個味道才慢慢 慢慢消散 就跟著他的就對了 是 陳瑞祥身上 散發出味道很重的燒焦味之外 有人看到了 怎麼他的身邊多了另一個他 一個書記官的 譬如說 那阿翔對一個雜貨的 那形體跟阿倫 要是要是不要是 一個形 讓你覺得阿翔對一個雜貨的那種 也沒感覺說什麼樣的一種 感覺說 因為當時要再注意看的時候就不一樣 米是燒焦味粉味 重點是氣油味 燒過那個燒焦味粉味這樣 對 你說像這樣的時候 應該是燒焦產生的 這個東西就是 你沒有做的時候 是怎麼 阿倫的會一直跟你背著 是書記官看錯了嗎 不過民間流傳一個說法 冤魂會自己討公道 其實後來阿翔他坦承了之後 他有講 案發之後 其實這個阿如 他都會去找他 而且都跟在他身邊 讓他做噩夢 他在看錯手那一段時間 他真的 他真的很煎熬 要這麼悶 對 要這麼悶悶 根據陳月祥說法 阿如夜夜入夢來鎖命 逼得他不得不認罪 簡報覺得不可思議 而談到冤魂現身 還不只一個人看見 因為這個車主 因為這件事過了 什麼事都不順 不順的部分 他有去一間公民 要去想要去搜尋 要去搜尋 去搜尋 裡面的父母說 他看你車上 我們有一個女兒 一條粉全調在車上 沒有人去投胎 真愛怨 等於是算是很落寞 那種 因為畢竟人很好 竟然害死 也是很傷心 當初 陳月祥痛下毒手 讓阿如在車上 沒了氣息 之後再到甘蔗園 放火焚燒 阿如好好的一條命 就這樣被無情的終結了 他的冤屈和怨恨難消 而阿如的媽媽 也感受到難以解釋狀況 事發的2月28號早上 10點50分左右 命案現場的嘉義甘蔗園附近 加油站拍到阿如最後身影 手錶停格在1點08分 檢舉推測 死亡時間就是在這個區間 但阿如的媽媽欲出驚人 他媽媽說 我們那一遍的時候 也在那時候是2月2月 中午12點半左右 他又看到他最小孩 他怪 因為我們這邊 飛團起來的時候 他那個時間 死者應該就是在他 遇害了 比他按照現場的 他有可能說 出人在他家裡 他覺得說 這個本體很顯靈 阿如 台南的住家 距離嘉義事發地 兩地有六十幾公里遠 車程至少一個多小時 如果當天12點半 媽媽說看到阿如回家 但根據燒毀的手錶 停格在1點08分 時間只隔了短短半個小時多 一點空八分的進行 就已經有這個社會動作 又失望 不過他如果說他 差不多十二點盤的時候 他家裡還有看到阿如 這就是 沒什麼可能的事情 這個時間 這才你說應該是 再到早前的人 一定都在我們保地 不可能 還有保地也沒辦法 對 你有確定說 你看到這個 是阿如嗎 他說有確定 不過面路看不清楚 他自己的祖父 他怎麼可能 說不知道 這是人的祖父 只是說 看到你自己叫的時候 都沒什麼樣子 我就說 你是不是 那個 是不是早上還是早上 你是不是 是不是這天的早上 還是早上 你是不是時間去記念 不過媽媽就表示說 沒有 對 就是 就是一天他中途 又有夠得了 他講的就是 那一天他女兒回來 他也是就是別見而已 然後他就直接 進到他的房間 他就很確定說 他女兒有回來過 回顧整起案子 旋起的過程 陳盛賢至今留下 深刻印象 我當情景已經 三十年了 這個案子是我遇過 就是 其中就是冥冥之中 有一些 很不可思議的那個情景 是最多的 而且都是 不同的人 類似現場的情境 是 是差不多 講的都是一樣的 就是燒焦的味道 真的很玄 好 這一期 乾脆園女教師名案 全情經過 讓警方 嘖嘖撐起 從案發開始 阿如的家人 以及警方 他們都遇到了 難以解釋的現象 當然是我們聯合專案小組 裡面 是新型大隊的一個 隊長 班人回去的時候 在睡覺的時候 覺得奇怪 怎麼變瘦 怎麼有人 看不清楚 再來 看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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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容易了 面貌 都有一個大街的 雛形 所以說 他聯想到 我們正在處理 就在怕 還怕 還有我看到 這樣的時候 是不是 這個應該就是 死者來 要來森院 過分 跟我們人 其實都差不多 他 既然竟然還是 他也是想要報仇 也是想要討明 只是說 他就沒有那個能力 可以達到 他要求 所以說 他就要討過我們警方 去報案 再讓他森院 討過他的公道 經過一天過後 就不再聽說 還有在家裡 或許 警方心心念念著案子 日有所思而導致 然而阿如死的冤枉 幸好警方 替他慎張正義 警方回想 過程中 曾經查訪阿如的家人 他們說 遇到了 怪異狀況 家人有在說 奇怪 四中這段期間 他會 電腦自己的自動生將 都會一停在三樓 他們那一棟的電梯 他就是會 沒有人坐的情形下 他就會 他就會直接 升到那個 就是阿如他們 那一層樓 然後在那邊停止 又開門 他說 他們的電梯常常 他們那一棟的電梯常常 會發生這種情形 這也是算很神奇的謎題 破了之後有夠嗎 破了之後就沒有了 說也奇怪 懸奇的狀況 抓到兇手之後 就再也沒發生 而陳瑞翔被判 無期徒刑 入監服刑 以為事情告已斷落 沒有想到一年多後 我們就認為說 這樣的一故事就結束了 起死不來 後面還發生了一連串 也是很可怕的事情 跟這個涉嫌人有關係 這是我們當初 後面發生的案子以後 無所謂 沒有料理 好 陳瑞翔他被判處了 無期徒刑 但奇怪的是 在一年多後 台南發生了一起強盜案件 警方在現場找到了一個 口罩 萬一是戴不戴過的 經過DNA的檢驗之後 發現 這個人竟然是陳瑞翔 但他不是關在監獄裡頭嗎 他怎麼可能 再度跑出來犯案呢 台南一名女子準備去開車 遇到歹徒持刀行搶 被害人奮力抵抗 嫌犯搶了錢就跑 女子趕快報警 歹徒好像曾經拿了一個膠帶 要封他的口臂 被害人被打得頭破血 流滿多血在車子上面 我們在後車座的一個夾縫裡面 被找出了一塊一個 土黃色的膠帶 除了犯案膠帶 警方在周邊撿到了一個口罩 附近民眾都說不是他們的 懷疑是歹徒所留下 DNA檢驗出爐 怎麼會是他 猜到他們的口罩 我經過口罩的部分 去猜到DNA 在比對 去鎖定這個嫌疑人陳瑞翔 那時候 人們不是在那裡 感到裡面 怎麼可能又出來犯人 這個名字在跳出來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法是說 怎麼可能 是不是弄錯了 是不是要再求證一下 羅漢 旁光海要出來保外就醫 比較知道法人說 他要保外就醫 既然還有辦法出來犯案 警方上門抓人 陳瑞翔病奄奄 還有辦法犯案嗎 警方得小心查證 搜索後查扣關鍵證物 那個膠帶 我們拿出來一比對 發現它的寬度 紋路 顏色 就是一模一樣 那時候因為它極力提抗 所以可能那塊膠帶 就被撕下來 然後掉落在一個夾縫裡面 家裡找到了這塊膠帶上面 還發現了一些微小的血跡 我們經過DNA鑑定 證實了這個血跡 就來自於 來報案準備 陳瑞翔當初 強盜性侵案 無期徒刑假釋期間 犯下了阿如的粉飾命案 判無期徒刑坐牢 因為癌症保外就醫 他竟然又再犯案 再度進監牢 就再也沒踏出來了 成功的症癌症病化 死亡 這也是應該在這裡的報應 我還以為做這段歌 總有一些 哪有可能 人家說天理糟糕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台灣喜事路 我是美翔 我們再會了 歡迎收看台灣喜事路 我是美翔 在每個撲朔迷離的重愛現場 在每個重大事件的第一時間 我們抽絲剝繭 追索事實的真相 Youtube總觀看超過5一次 頻道訂閱人數 突破了100萬 感謝您最一路上的支持 我們會更加努力